一位长相可人的小姑娘正在沐浴 谁知岸边竟然站了个男人 小姑娘一回头立刻看见了她 书生拿着刚接的洗澡水还没来得及喝 就这样愣愣地看着人家 姑娘被吓得大喊大叫 书生竟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 直到人家赶她走她才反应过来 洗澡水洒了一地落荒而逃 真是大大的浪费 这可不是一般的女孩 这是王维师里的女 不好意思走错片场啊 女孩名叫花千古 16年前出生的那晚天生异象 母亲刚生完她就死了 她还笑得挺开心的 而且她身上伴有一股异象 这股香味能使花草哭了 还极其容易引来妖魔鬼怪 幸好被异象吸引过来的清虚道长发现 她连忙设置了一道结界将妖怪赶走 次日清虚道长送给了女孩一件御魔警 可以遮住身上的香味 但只能保她16年平安 于是叮嘱她父亲 16年后一定要让女孩上蜀山学艺 方可保平安 随后还给女孩取了个名字 她一出生草木凋零 这孩子就叫她花青母 叫白草哭不是更好吗 16年一化而过 一位白衣上仙正在天上遇见飞行 此人名叫白子花 受师命接管长流派掌门之位 取名莫兵特此前来人间历练 这是一个小女孩提着灯笼走在荒山野里 殊不知一只怪物已经盯上了她 这一幕恰好被空中的白子花看见 她连忙飞了下去 女孩走进一个医馆 原来她是想找大夫给父亲治病 可她叫了半天大夫都没反应 走进一拍大夫竟然已经死了 这时怪物也追了过来 女孩没有招架之力 被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不好意思又走错片场了 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感觉 一段惊天地气鬼神的孽缘便从这里开始了 解决完怪物后 小谷带着要回到了家 可不到一会儿便来了一群村民 说大夫肯定是被花千古刻死的 他们直接用火把将小谷加点了 白子花因为历练不能使用法力 只能手忙脚乱的命 这是一个女子从天而降 双手一挥立刻将火扑灭 此人正是暗恋白子花几千年的子薰上仙 而这时小谷的父亲已经要坚持不住 他连忙向墨兵求助 可他按照规矩是不能使用法术的 我是绝不会帮你救人的 就在他犹豫之间 小谷的父亲已经死了 次日墨兵得知他要上蜀山 便送了他一把剑 还教了他一套剑法 这画面为何如此熟悉 当晚墨兵便离开了小谷 回到长流登上了掌门之位 这就历练完了 是不是太早帅了 而小谷也踏上了去蜀山的路 可他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墨大哥的样子他竟然慢慢记不清楚 想不起来就不想 继续赶路 可竟然被一堵无形的墙给阻拦了 小谷用力推还是打不开 不过他可不会轻易放弃 请问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 一旁的植物处碰到他的血 立刻开始枯萎 而这时小谷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正愁眉苦脸时 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有胡萝卜 然后他就开始 有萝卜 这个小姑娘正在洗澡 谁知岸上竟有个人在喝她的洗澡水 小姑娘发现后下的叫她赶紧走开 书生这才反应过来 端着洗澡水落荒而逃 小谷上岸后害羞地用帽子挡住脸 谁知书生突然在一旁出现 道歉了一番后 竟然扬言要娶小谷为妻 在下东方欲经 对天发誓 等我金榜提名之后 一定会回来娶姑娘为妻 看了人家洗澡就要别人嫁给你 那博主我不是妻妾成群了吗 东方猜到小谷要去蜀山 便告诉他蜀山周围有结界 普通人是进不去的 不过可以去山下的一宿阁询问方法 一宿阁号称之小天下一切事 只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 便可得知你想要的答案 说完东方还想和小谷一起去 你去了的话难道我来当一宿军吗 小谷二话不说便冲下了山 此时格外很多人都拿着东西准备提问 但他们拿的东西不一定有用 阁主具体需要什么 要看抽签抽到了什么 好一个萝卜 小谷心想 你干脆直接点我名字好了 就这样 他被邀请进了一宿阁 一宿军取了他一滴血放进了天水滴中 只要戴在身上便可无视节气 小谷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便是莫兵的踪迹 但是小谷身上已经没有东西能换了 不过这阁主也是好说话 说代价迟些在找他要 并告诉了他他要找的人在长流 而此时鼠山正在遭遇一场大截 七杀派善春秋带人血洗鼠山 弟子几乎全灭 神器拴天恋也被他抢走 这一幕被长流的几人用PPT看见 还看见了一个傻丫头正在赶往鼠山 派人支援已经来不及了 白子化只好亲自动身 这边小谷赶到鼠山时 只看见一地的尸体 只有清虚道长还剩一口气在 在得知了小谷的身份后 道长让他继承了鼠山掌门 并将六界全书和鼠山剑谱给了他 说完就去世了 而这时鼠山叛徒云翼突然出现 向小谷索要神器 小谷不从被按在墙上 眼看就要坚持不住 白子化终于来了 云翼挟持小谷逃跑 白子化一路追踪 殊不知这都是对方的计谋 善春秋突然出现 用神器拴天恋将他两关在里面 白子化尝试打开 可却不起任何作用 眼看两人就要被锁死 小谷突然往外面伸出手 血液触碰到栓天恋 竟然将其打开了一个出口 两人立刻逃了出去 善春秋连忙追上去动手 可他哪里是白子化的对手 就在他要下杀手时 突然旁边传来小谷的求救声 有两个七杀派的人正在追他 小谷慌乱之下逃到了一棵树上 竟然将树枝给压断了 然后他竟然站在树上开始冲浪 幸好白子化赶了过来 不然这个冲浪祖先的名号要侍存了 将小谷救下后 白子化拦住了想逃跑的善春秋两人 就在这时 一只火凤凰飞了过来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一位大狗 果不其然 他就是七杀派的老大沙千墨 不过他倒是很讲道理 得知善春秋杀了清虚道长 对他就是一扇子呼过去 随后还把树天恋还给了白子化 让他放过善春秋 白子化自然不答应 毕竟蜀山死了上百人 沙千墨立刻动手将自己其他手下一一处死 算是给蜀山的人偿命 随后就骑着凤凰潇洒离去 这边小谷肚子又饿了 白子化带他遇见飞行 看小谷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老白表示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当小谷挨着他时 他竟发现自己的先例在飞速流失 在带着小谷吃饱喝足后 白子化刚想离去 小谷却跪在他面前 请求白子化收他为长流弟子 可老白告诉他长流收弟子是在三年后 小谷只能等三年后再去 白子化回去练功时突然生出异想 是他的生死劫出现了 师父曾告诉他他的生死劫是一个人 只有用断念剑将此人杀死 方可渡过此劫 白子化立刻下山掌门 他根据验生时的指示来到了一个破庙 而此时花千谷就在里面睡觉 原来小谷就是白子化的生死劫 白子化召唤出了断念剑 杀了他 全剧中不杀的话 搞尸图炼 此劫在我 与他又有何错 我修行是为救人 怎能因此生气无辜 白子化果然还是下不了手 毕竟是导演吩咐过的 可也就因为这一次的善念 造就了一段人神共愤的师生恋 这时小谷的天水地中突然亮起了灯 里面竟然有只虫子 随后虫子破壳而出 看这眼影 应该是雌性 东方告诉他 这是用他的血养成的灵虫 十分忠心 只见他蹦到小谷手上 果然是青骨肉 跟你妈妈一个德行 长流收图大赛提前举行 白子化没想到花千骨真的报名了 此时小谷已经来到了比赛现场 就在这时 轿子里下来了一个仙女 自带主角光环 此人名叫倪曼天 嚣张跋扈目中无人 这时几个参加考核的人正在打斗 一个男人几招就秒了几只臭鸡蛋烂番薯 此人名叫素风 看样子非常不好惹 突然想起了终声 是考核要开始了 主持人落实意告诉大家规则 一共有三关 第一关只要在明日午时前 离开王两森林便算过关 但是森林中有很多石人花 他们在里面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遇到危险准备放弃比赛时 可以捏爆手上的饮水珠 便可传送回到这里 考核前白子化特意找到小谷 你放弃考试吧 我保险你去太白门弄弟子 不 我要入长流 长流的考试很严格的 你不但考得过我 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没有努力尝试过 怎么能就放弃呢 上仙 你 你不用担心我 上仙不是担心你 而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死节 考核即将开始 大家的武器是统一的木剑 你漫天第一个霸气的走得过去 美不过三秒 这时洛十一发现小谷身上还有武器 原来是只虫子 这个也不可以带你去 是吗 表情如此一致 果然是轻生的 不过洛十一这一抓可是误了终身了 小谷只好乖乖的去拿武器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是坏人 我才不理你呢 我劝你对媳妇温柔些 很快所有考生都进入了森林 洛十一竟然带着唐宝走后门 观看小谷的考核现场 而小谷刚进去就遇到了危险 一个黑衣人突然对他发起了攻击 小谷没有半点抵抗能力 被提着脚在地上转圈圈 就在对方要下杀手时 一个大美女突然出现 几招就将黑衣人打跑了 这个时候的泥曼天只是有点刁蛮 还不算很坏 我呀是看你还算老实 其他人见到我都要讨好 你却半点巴结的话都没有 我教你这个朋友了 怎么了 是不是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呀 我从小到大都没什么朋友 但是最近好像一下子 多了好多朋友了 见小谷如此单纯 竟然激起了他的保护欲 我告诉你们 现在花千谷是我泥曼天的朋友 谁还敢偷袭他 就是与我旁来作对 两人同行没多久 小谷突然想到了什么 提出要和泥曼天分开走 泥曼天知道他肯定有什么事 在瞒着自己 于是先表露了自己的心声 其实 从小到大我也没什么朋友 我知道那些人是巴结我的 但是 我是真心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可以瞒我 不可以骗我 要是和其他人一样的话 我会很伤心 很难过的 而小谷也说出了真话 我天生命不好 总是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 所以 我很害怕我会连累到你 而且 我身怀异乡 总之会招惹一些 不好的 话还没说完 突然出现了大批石人花 快跑 卧巢 这石人花还会跑步 两人赶紧逃跑 可没跑一块 却已经被石人花给包围 一朵巨大的花王出现在身后 好在被两人躲了过去 可你漫天却不小心被打中 掉进了石人花的嘴巴里 小谷在逃跑过程中 被划破了手指 鲜血一出 滴在石人花身上 石人花表示好像有点吃不消 竟然将你漫天给吐了出来 随后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而就在这时 东方玉青竟然也跑了过来 原来他怕小谷会遇到危险 所以在最后赶来报了你 两人行变成了三人行 这时钟声又响起 中途休息时间到了 小谷坐在池塘边烤鱼 倪漫天在旁边给他鼓掌加油 他还表示今天的考核很简单 我看没这么简单 好戏啊 还在后面呢 我说你这个书呆子 你偏要跟我点嘴是不是 哇 好香啊 骨头 你的厨艺太棒了 这么快就烤好了 来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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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就好好吃哦 你给我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倪漫天 还真可爱 一点也不容易地切让 没风度 四十几里 不老者不得食 这鱼是我捉的吧 是骨头烤的 所以啊 没有你的份 我给我 这可是骨头专门为我烤的 站住 够不得啊 来来来来 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安全休息 可白子华这边又开始整活了 释放迷一烟 所有考生闻着香味进入了幻境 白子华通过监控 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幻境 可唯独看不到东方郁青的 原来他没有睡着 看样子这个老实树生并不简单 幻境中的小谷回到了家 而且发现自己的父亲没死 华千古 原来你心里面想要的 只不过是人间最为平常的东西 那你就大错特错 就在小谷和父亲吃饭时 突然门被打开 莫大哥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在他心里 只有莫主要我 莫非也知道 竟然闯入人家梦境 老白我劝你善良 次日考生们纷纷从梦境中醒来 唯有小谷还没醒来 千古 千古还在里面啊 没用啊 他已经陷在里面了 那怎么办呢 快到五十要来不及了 东方玉亲让漫天先走 不然会影响他的考核 漫天只好听取他的意见 这时白子话将自己意识 付到莫兵身上 他跟小谷说自己要走了 莫大哥 是不是 小谷做错了什么呀 如果是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一定会改的 不是的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再留下了 你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必须要一个人坚强地走完 莫大哥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啊 记住 没有一个人 只可以永远陪着你的 小谷伤心地追了上去 可莫兵头也不回地走 千古有娘 你就留在这里吧 长流 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东方玉亲见小谷还没醒心里很着急 于是找了快石头把自己装晕了过去 进入了小谷的幻境 此时的他已经没了意识 东方喊了半天他都没醒 只好用匕首将自己的手臂割破 小谷终于醒了过来 他赶紧叫醒了一旁的东方 而白子化也看到了这一面 此时外面的倪漫天着急地走来走去 你漫天要是一直这样多好 第二关考核很快开始 需要通过锁链走到对面山上 并且在过程中会有很多阻碍 而且不能使用法术 若十一 你干脆说这关是让他们跳下去的 速风第一个走了出来 直接往对面冲去 可很快便有回旋标飞来 不过这可拦不到他 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大家见状也纷纷跟上 倪漫天想拉着小谷一起去 等 怎么了 我 我跑高 你这样会被淘汰的 我需要一点时间 你先过去吧 行行行 我先过去 你快点啊 他只好自己去了 倪漫天伸手也不错 一个漫天飞舞就到了对面 小谷还是蹲在地上不敢动 千谷 别过 快过来 你过来呀 没事的 定定人 我去帮他 你不要帮他 帮他就会被淘汰 千谷 快过来 你过来呀 终于他鼓起勇气走了上去 只见他晃晃悠悠地走在铁链上 突然一把回旋标飞来 两个男人躲闪中不小心掉了下去 小谷本来就害怕 这下压力更大了 后面男人见他不敢走 直接抢在他前面先过去了 不久后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到达了对面 现在铁链上只剩下小谷一人 这时又一把回旋标飞来 现在只剩下两根铁链 小谷只能抓住一根踩住一根 前进是越来越困难 又一根铁链断了 小谷只能倒挂在上面缓慢前行 顺利通过的人都在为他加油鼓劲 可不等他移动一会儿 白子化竟然开始整过了 底下这么高 我猜掉下去一定会很痛 上面的人都以为已经没希望了 可不到一会儿他们突然瞪大了眼睛 据说人在面临生死的时候 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小谷肯定也是这样 跟他是不是女主没关系 就这样 小谷顺着铁链一步步地爬到了山上 总算有惊无险地渡过了第二关 可长流弟子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据说第三关的难度超过了五颗星 次日一大早 所有参加考核的选手被带进了长流 他们纷纷被眼前华丽的建筑给惊验到了 殊不知噩梦即将到来 第三关的规则很简单 只需要沿着三生池水的外围走一圈就算过关 何谓三生池 贪婪店的水洗滩 销魂店的水去浴 绝情店的水绝吃 这就是三生池的水 如果不能将这三者摒弃 你们进入池中会苦不堪言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一位男选手率先走了下去 看着表情脚板肯定很痒 后面的选手也一次下了水 朔锋倒是轻轻松松的样子 似乎没有任何感觉 一个女子突然开始尖叫 拉再下去 此人贪念太重 此时小谷也有些害怕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是想来这里找莫大哥 会不会疑 一个男人突然疼得到处扑腾 慌忙地滚到岸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麒麟腿 此人欲念太重 对他来说 销魂池水就像是毒药 会腐蚀身体 你们的任何私心杂念 都瞒不过三生池水 不过也有一些考生顺利通过 特别是朔锋 他都无法理解别人为啥会痛 之所以会这么轻松 因为他原本就不是人 而是一件上古神器 后来对花千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接下来轮到几位女生了 你漫天刚走下去 就一副来了大姨妈的样子 不过清水倒是感觉还行 随后是小谷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真是好舒服啊 你说这话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吗 就像考虑一百分的人 在六十分的人面前说试卷很简单一样 清水倒是很为小谷高兴 可你漫天这表情就不爽了 极度使人变坏爱漫天大妹子 小谷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长流弟子 就在大家静殿拜见尊上时 魔言小老头说还有一个 一位帅气的小伙走了进来 这后门还能走得再明显一些吗 清水双眼放光地盯着人家 口水都差点掉我键盘上了 此人名叫孟玄朗 一看就出身不凡 清水 你眼神能稍微挪开一毫米吗 这时孟玄朗突然对他回眸一笑 清水连重孙的名字都想好了 这时落实意让大家把血滴进各自的验生石 日后如果谁的验生石熄灭了 就表示这人没了 紫色表示合格 可轮到花千古时意外发生了 验生石上竟然冒出金光 白子化知道这是生死节的作用 赶紧用法术重新换了一个 要是被魔言看到 肯定会将小谷给宰了 好在蒙混了过去 这时魔言站了出来 要为白子化收一名入室弟子 条件是要在日后的仙剑大会上夺魁 次日各位弟子便开始学习遇剑飞行术 可有一位小姑娘竟然连剑都拿不起来 孟玄朗健壮自信满满地准备表现一把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简直让人猝不及防 其他几个学霸轻松就飞了起来 两位低端玩家顿时一顿膜拜 这也让他们建立了同等级的友谊 晚上还相约一起练剑 次日上课时 小谷竟然打瞌睡了 老头让他板个大门派中 证明身份的公务给大家说说 幸好小谷之前看过六届全书 一个不差的将其说了出来 可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说既然小谷什么都知道 那就让他来讲课吧 小谷还真的傻傻地讲了起来 可这一下却惹出了大麻烦 他不仅将长流派和七杀派的历史说了出来 还说出了十大神器和封印洪荒之力的事情 甚至连门派间的恩怨都说了出来 七杀圣君 试图 以一己之力解开封印 其他各派先发之人 杀死了七杀圣君 并合力绞杀其屠众 七杀与各派 最终 结封世仇相互攻伐 这个猛料让学生纷纷感觉到好奇 老头说他捏造事实 将小谷压到了三尊面前 大胆花千谷 竟敢在课堂上信口胡说 毁毁我长流的声誉 敢问世尊 弟子 可有哪里说错了吗 你 花千谷说的确实是事实 但却没有几个弟子知道 魔言问他是从何而知 小谷只好老实承认是从六界全书中看到 可此等神器怎么会落在他手上 小谷说是清虚道长送给他的 一派胡言 清虚道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书籍交给别人 好 你倒是把书给我盛上来 六界全书乃是鼠山之物 里面记载着鼠山剑法 还有一些其他各派的机密钥匙 实在不能给外人看 笑话 全城都是魔言遭老头子在说话 白子话堂堂掌门人跟个雕像一样 直到魔言说要给小谷实施帐行 他才难得的开了口 师兄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不要妄想断乱 清虚道长死的时候 花千古人确实在树山 那又能说明什么 先不说这本书存不存在 就算是有 清虚道长又怎么可能随便交给一个黄毛丫头 到底谁是长男 白子话我劝你去跟宇文悦学习学习如何不齐 小谷就这样被杖达五十 还被关进了牢房里 白子话这个时候倒是过来了 可小谷还是支支吾吾地不敢说话 直到他不小心将树山的公语暴露了出来 一切真相大白 这个小小姑娘竟然是蜀山掌门人 这待遇立刻就不一样了 竟然还有凳子座 小谷只好将清虚道长林中所拖交代了出来 胡闹 身为蜀山的掌门 却又是长流的弟子 成何体统啊 我 魔言老头子你说话非要这么大声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身体里安装了两个音响 魔言表示花千谷不能再留在长流 让他赶紧回蜀山 幸好如尊出面帮小谷说话 说清虚道长肯定是临危所拓 而且各大门派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魔言说不过他 只好把难题交给白子话 子话 花千谷是走是留 你说 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 猎气一时爽 你个白子话 小谷正为这件事愁眉苦脸时 蜀山弟子云吟已经来长流接他了 在经过了他一顿劝说后 在想起老白之前说的 希望他赶紧回蜀山 小谷只好答应下来明天就启程 但是白子话真舍得他走吗 他已经被这个单纯的生死节给吸引了 晚上小谷还在默默地练习遇见飞行 可还是没成功 突然老白出现在眼前 大手一挥 一把仙剑出现在脚下 过来吧 手还牵这么紧 尊上女月啊 堂堂掌门人亲手交钢入门的弟子 你敢说对人家没一点心思 两人骑着剑在天上兜风 突然小谷一个没站了 趴在了人家老白身上 老白赶紧双手张开 表示我可没碰 是你自己靠上来的 宇文月和燕巡哭晕在侧色 当然 还有在地下观望的孟玄狼 事后白子话还将断念剑送给了小谷 这把剑原本是他师父交给他除掉生死节的 可他如今却亲手把剑送给了自己的生死节 好好的断念剑变成了定情信物 回来后孟玄狼也送给了他一块项链 还告诉他这可不是普通的项链 这是王维师里的项链 小谷只好收了下来 可鼠山掌门也不是好当的 回来后没多久 七杀殿的人假扮成云影 将小谷骗到了后山 小谷也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这个人就是善春秋身边的面具男 小谷赶紧逃跑 可对方法力高强直接跳到了他面前 随后放出几百根红绳 难道这人是月老的弟子 这些树无缘无故被红绳绑在一起结婚了 我反对这门轻视 小谷也很快被制服 就在他要下杀手时 沙姐姐闪亮登场 月老的弟子吓得连红绳都不要了赶紧逃跑 只见沙千莫走到小谷面前 姐姐 你是 你叫我姐姐 这句姐姐让沙千莫想起了她死去的妹妹 你那么爱美 要不 以后我教你姐姐好了 你这个小不点 就是鼠山的新掌门 一声姐姐负一声 也为小谷换来了三界最强后台 沙千莫看见小谷脖子上有伤 脸上充满了关心 疼吗 不疼 她用手轻轻从小谷脖子上扶过 伤口立刻消失了 身上哪还有别的伤吗 没有了 谢谢姐姐 这是沙千莫看见了小谷的断念剑 他问小谷此剑从何而来 小谷说是白子画送给他的 沙千莫顿时感到不爽 送给你的 嗯 我上次向他借流光琴玩玩的时候 他怎么没这么大方 随后从小谷口中得知他是长流弟子 不过沙姐姐没有半点介意 这时鼠山的弟子找了过来 沙千莫邻走前送了小谷一个礼物 对了小不点 第一次见面 姐姐送你一个见面礼 姐姐 你 你这 不疼吗 他告诉小谷 以后万一遇到危险就吹响这个鼓哨 他就会赶来救他 而小谷还不知道 他的这个姐姐究竟有多强 四个人的礼物已经集齐了 一宿军送的唐宝 白子画送的断念剑 孟玄朗送的项链 沙千莫送的鼓哨 可前期受到多少宠爱 后期就有多惨 这边长流受到消息 七沙电扇春秋正带人攻王鼠山 儒尊还在和洛十一讨论时 回头一看 尊上已经不见了 白子画要开启护气模式了 这边鼠山弟子已经人心惶惶 长老更是建议直接解散 并说根本没人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我愿意 情绪道长 临终之日将功与托付给我 就是要我肩负起保护鼠山的重任 鼠山平安 我自安然 鼠山有难 舍我其谁 我就算拼尽所有的力气 也要保护鼠山 哪怕丢了性命 也在所不惜 小谷成长得很快 一番激情的演讲过后 云影第一个表示誓死追随掌门人 弟子愿追随掌门 山在人在 山亡人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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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白子画正在齐剑来的路上 也不知道有没有代驾找 而善春秋等人已经来到了鼠山 他们直接令手下进攻 东方玉清坐在前面摆起了十人阵 抵挡住了第一波攻击 可阵法很快便被对方高手破 小谷只好下令退回高地守水晶 眼看对方即将攻破大门 小谷突然站了出来 云影听令 弟子在 从今往后 鼠山将由你来掌管 什么 掌门你 鼠山弟子听令 是 是 你们赶快离开鼠山 不要再做抵抗 以免无谓牺牲 这看样子是在交代后事啊 东方刚想阻拦 却不知被他用什么方法整晕 唐宝也一样的下场 小谷将他两交给云影照顾 随后毫无畏惧地走出了大门 这气势竟然吓得人家连连后退 善春秋看见他就是一顿嘲讽 可笑我劝你善良 忘记了楚大人拼死就你了吗 小谷提出赌局 我接你三掌 若三掌之内 你能将我打倒 鼠山公寓 还有鼠山 我便双手奉上 我保证所有鼠山弟子从今往后 绝不踏进鼠山半步 但是 若三掌以后 我还能站起来 你们都给我滚出鼠山 也绝不踏进鼠山半步 善春秋 你敢吗 善春秋笑出了声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 不用废弈一族就能得到鼠山 他直接出了第一掌 第一掌 我才只用了三辰功力而已 善春秋可能说的是真的 但小谷你可真会吹牛 第二掌马上攻来 小谷被打的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此时小谷已经身怀重伤 但第三掌善春秋肯定不会留守 你眼都交代好了吗 受死吧 什么情况 难道是洪荒之力提前爆发了 卧槽老白你真帅 果然高手都是最后出场的 这眼神能不爱上他吗 小谷 小谷 连称呼都变成小谷了 这时善春秋还想动手 沙姐姐又就下了善春秋这个忍试惊 白子华表示 若沙千莫想挑起门派之战的话 他今天便要除掉它 沙姐姐笑了一下没理他 回过头又开始骂善春秋 真是不长技险 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许骚扰蜀山 属下想要为你攻城拔债一统天下 我沙千莫要一统天下 只需动根小手指头 用得着你帮倒忙吗 沙姐姐表示是自己管教手下不言 老白想杀谁就跟自己说 说完还要主动帮他动手 可白子华是什么人 胸怀天下 哪能看到无辜的人死去 经过此次的战役 蜀山上下所有人对小谷心悦惩服 之前为难他的长老也跪地道歉 蜀山掌门人的身份算是坐稳了 可小谷还是想回长流学义 白子华说他现在的身份不合适 这时有人开始助攻了 尊上此言差矣 长流跟蜀山千百年来守望相助 而且尊上跟师兄乃是志教 现在蜀山凋零了 如果花掌门及两家之船的话 那重振有望 望尊上成全 老白自己原本就舍不得小谷 只是找不到理由把他留下 尊上不是说先借各派 都应该同气连织吗 我们就抛开门户之间 不对吗 好吧 既然两位长老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继续留在长流 拜师寻衣 谢尊上 恭喜掌门 要不是人太多 白子花巴布的把这个老头抱起来亲两口 次日小谷正式接受了掌门一事 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蜀山掌门 东方欣慰的看着他 他是一路看着小谷成长的 而长流弟子们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为小谷感到开心 而尼漫天却一脸的不熟 这边白子化告诉了其他二尊花千谷要回来的消息 什么 蜀山的掌门又是长流的弟子 成何体统 师兄 蜀山上上下下都不介意 他们的掌门做长流弟子 我们又何必有门户之间呢 怎么就是我有门户之间了呢 走啊 老白终于在摩檐面前硬气了一把 我怀疑摩檐才是他的生死节 要不拿咽声势重新咽下 小谷给云影和长老交代完之后 便重新踏上了回长流的路 因为路途遥远 晚上便在一个破庙里面休息 但就在这时 黑暗处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朝毫无防备的小谷走来 只见这人手指闪烁光芒 难道是要做什么坏事吗 竟然是帮他驱赶蚊子 原来是沙姐姐 果然是宠妹狂魔 大老远赶来就为了帮妹妹赶走蚊子 这也太温柔了 请问这个驱温器哪里买的 我要去买一卡车 小谷就这样安心地睡到了第二天 起床还伸了个懒腰 而沙姐姐还在一旁守着她 这时小谷也发现了有人 谁 姐姐 怎么会是你啊 居然被你发现了 沙千木说蜀山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 也不派人保护 小谷表示自己已经是个高手了 那就好 小谷 你记得 如果有危险 一定要第一时间吹响姐姐送你的骨上 知道吗 知道了姐姐 沙姐姐劝小谷别去长留了 修仙没有什么好的 那些所谓的正道之事 满嘴的人意道德 私底下却干着龌龊不堪的事 还不如留在她身边 梁姐妹想干啥就干啥 想去哪就去哪 小谷却表示虽然会有一些心术不正之人 但大多数都是正义之事 除强扶弱做善事 跟他们在一起会身心舒畅 人如果身心舒畅的话 就会让你 荣光焕发 永保青春 荣光焕发 永保青春 嗯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真的 走 我们做善事情 啊 沙姐姐将小谷带到一片庄稼地 此时农民们正在干活 全部停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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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就是沙姐姐要做的善事 哈哈 怎么样 有我帮你们 你们很高兴吗 啊 好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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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此理 我这么帮你们 你们竟然 沙姐姐被气得差点动手 幸好被小谷拦住 哼 小不点 我说什么来着 这帮人明显就是不分善恶 趋直是非 什么身心健康 倒是一肚子气 小不点 我走了 你自己保重 姐姐 姐姐 小谷回来后大家都热情地迎接她可您漫天又开始作妖了不就是个蜀山掌门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漫天你还在为我瞒着你的失声气啊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现在可是堂堂的蜀山掌门 事后小谷还拿着礼物来给她道歉说自己隐瞒身份也是有苦衷的自己一直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 朋友 我真是瞎了一眼看错的人你现在可是蜀山的掌门了不用我在身边保护你了多的是什么清水阳梦雪朗在你身边 总之我告诉你我们不再是朋友了少在我面前碍言 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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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小谷又在独自练剑可断念剑竟然不听话了这时尊上走了过来 老白你手上是安装了锡铁石吗小谷马上上前告状说断念剑不听她的话老白说这把剑是需要驯服的 我给你这把剑的时候让你在蜀山的路上能够保护她她自然会完成她的任务 如果你现在要操控她就必须要让她承认你是她的主人说完老白把剑拿了出来让小谷再次尝试 白子话告诉小谷他需要用顽强的意念才能控制断念剑 小谷丝毫没有被打击到说自己一定要在仙剑大会上多亏这样就能成为尊上的徒弟 可白子话却很坚决地说不会收小谷为徒老白话不要说得太满知道什么是真相警告吗 晚上清水让小谷帮自己送个礼物给孟玄朗因为他自己不好意思 不过这一送可引起了大误会 次日孟玄朗问清水是不是做了香包给他 可清水脸皮薄不好意思承认 难道是千谷做了送给我 不好意思才说是清水 这下误会大了 他立刻邀请小谷一起练剑 只是你看这眼神 我要是小谷都觉得随时会被他吃了 这时你漫天走过来嚼屎了 昨天我就替你约花钱谷晚上去后山练剑 你是想打赢仙剑大会呢 还是喜欢上花钱谷了 漫天你在说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 你找谁不行啊 为什么不找我 不找清水啊 我也觉得你们俩奇奇怪怪的 总是你在一起 这一说立马来了一群吃瓜群众 小谷赶紧走出来解释 说他们只是练剑而已 可孟玄朗突然站了出来 我就是喜欢花钱谷 我就是喜欢花钱谷 哇塞 这可是修仙派呀 竟然当众表白 可怜的清水妹子 清水哭着跑了回来 小谷连忙安慰他 说自己只把孟玄朗当哥哥 真的吗 真的 好了你别生气了 生气了会长皱纹的 皱纹 好在清水心思不深 马上就跟小谷和好了 不过这表白的事可没那么容易过去 又到了摩烟遭老头的发挥时间 我长流山何等清静之地 其实你荒唐玩乐之所 不过孟玄朗倒是很硬气 说长流没有明文规定不能谈恋爱 但是男女之情会大大影响修炼 你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对你的期望啊 那如果说爱上花钱谷的话 就不能再修仙了 那我情愿现在就放弃 放肆 摩烟唾沫星子差点都喷到我脸上了 我说怎么闻到一股韭菜味 我喜欢花签谷 花签谷也喜欢我 我们两个人是情之所知 请问我们错在哪里呀 一桶老醋灌在了老白嘴里 你是说花签谷也喜欢你 没错 我跟签谷两个人是情投意合 还望尊上能成全 看来我们是放打鸳鸯咯 如尊看热闹不嫌事大 孟玄狼走后 摩烟问白子话怎么看 你说怎么看 人家现在正不爽着呢 你还在这除眉头 晚上小谷找到孟玄狼 把他送自己的项链还给了他 小谷此时还不知道这个项链有多厉害 他跟孟玄狼说清楚了一切 你真的是误会了 送你礼物的人是清水不是我 而且喜欢你的人也是清水不是我 我知道你对小谷一直都很好 可是在小谷的心中 一直都把你当成哥哥 他们两个对话被老白听到了 一个掌门人不做正事 天天来弟子修炼的地方瞎转眼 你到底是何居心 孟玄狼表示自己会等小谷 并且把勾玉项链又递给了他 说完他就先走了 这时白子话也带着一股酸味走不出来 尊上 你不用解释吧 我们长谷并非是不讲情理的地方 你有心上人 可以离开长谷 我不会留你的 把小谷给着急的 赶紧解释自己一心只想修炼 想做尊上的徒弟 可老白死鸭子嘴硬 又是那句话 说绝不会收小谷为徒弟 次日弟子们正在修炼时 突然走进来一群带刀侍卫 全体精掉下巴 清水眼光真好啊 原来孟玄朗父皇病主 要他下山探望 在和小谷清水告别了之后 就匆匆离去了 事后落实一让弟子们集合 举行一次模拟比试 来评估大家的水平 第一组清水队尹上飘 两人还没过几招 尹上飘不知为什么突然放水 清水轻松赢了下来 下一组的比试就精彩了 第二组 尼曼天对花千谷 昔日的好朋友如今要大战 只见两人上来 就是一顿花里胡哨不解释连招 小谷坚持了几回合后 尼曼天直接开启大招 小谷被砍下了比武派 我竟然要用尽全力才能击败的 看来先见大会上 我绝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出场的是两个傻子 他们的动作比数了还慢 好一套狼情窃一剑 若十一看不下去了 强行终止了比赛 很快先见大会要开始了 各门派的掌门人也来此参观 第一回合就是小谷上场 一顿不解释连招下来 很轻松地赢得了比赛 可轮到清水对战引上飘时 他竟然没打过 果然上次是他放水了 第一天四强已经分出 分别是花千谷 尼曼天朔锋和引上飘 尼曼天知道自己不是朔锋对手 晚上还特意来找他 希望他给自己放水 条件可以随便开 可朔锋冰陀自然地理他 另一边引上飘竟然和七杀殿的护法约会 原来他是内奸 护法还给了他一支毒针 让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 可引上飘也不是傻子 他知道尼曼天更想获胜 于是将毒针交给了他 好一招借刀杀人 次日复赛开始 第一组是朔锋对战尼曼天 几回合下来 尼曼天节节败退 眼看就要输了 他竟然直接使出了毒针 这种针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但会让对方的内力骤降 朔锋最终不敌 尼曼天再次获胜 他老爹直接笑出了声 这才是我倪千丈的女儿 果然是轻生的 简直一个德行 魔言遭老头子也忍不住赞美 殊不知老白已经看穿一切 接下来是花千谷对战尹上飘 这人果然隐藏了很多实力 小谷明显不是对手 但他忽略了小谷必胜的决心 看来只能必行险招了 小谷故意放出破绽 被对方刺中一剑 最终将尼上飘打到了地上 获得了这一场的胜利 可他自己也身受重伤 那明天的决赛怎么办 晚上宁漫天的老父亲 又开始整活了 给了他女儿一把宝剑 这把剑中玄机重重 你如果用它对着花千谷 定有上算 这边善春秋也向沙千谷 汇报了先见大会的事 你说什么 尼上飘被花千谷打败了 是 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不点了 善大骂人都傻了 沙大哥你究竟是哪边的 得知小谷受了重伤后 沙姐姐一脸的紧张 立马就飞走了 善春秋莫名其妙吃了一嘴的醋 这边小谷还在不要命的恋结 突然沙姐姐出现 直接将她拉到一边开始疗伤 事后还说要教小谷绝招 可被她拒绝了 小谷表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尊上的弟子 这一说让沙姐姐对小谷越来越欣赏了 次日决赛开始 打到画面一言难尽 就不多啰嗦了 倪漫天通过碧落剑将小谷压制住 最后两人双双掉进水中 可遗憾的是小谷先触碰到水面 还是倪漫天赢了 接下来是收徒一试 老头让白子化鲜血 可老白半天没动静 给您漫天和他爹人都看傻了 白子化表示让别人鲜血 如尊马上过去将那两个郎 情切一剑的傻子给选了 果然是看得轻局势 随后只见陶翁拿着香草 停在了小谷身边 两人甚至为了抢人吵了起来 夹在中间的小谷就有点尴尬 两个人的徒弟他都不想当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突然一根薇亚将他吊了起来 原来是尊上报灯了 明明是倪漫天获得了胜利 老白竟然要收小谷为徒 一旁的儒尊早已看穿一切 摸言遭老头子人都傻了 漫天的老爹顿时不爽了 说长流派说话不算话 明明是夺魁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老白的徒弟 白子化没理他 反手直接取出了一把生锈的剑 这把就是你漫天 参加仙剑大会时 掉落水中的那把剑 只见他手一抖 袖剑立刻恢复原形 碧落剑 碧落剑乃上骨凶器 剑气逼人 十丈之内杀人于无息 外表虽不留下一丝伤口 但人的内脏已经被绞碎 骨头不仅受了外伤 而且内脏多数受损 就是此剑刺伤 尼千丈鬼头鬼脑的不敢说话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长流上仙 白子化的徒弟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小谷人都呆住了 而尼漫天对小谷的恨意则更深了 娘气娘气 你还愣着干嘛 赶快接宫灵呀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小谷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尊上的徒弟 此刻的他开心地 向着三百斤的孩子 这时尼千丈又来嘲讽了 说他断念剑都给了 徒弟早已内定 还走什么过场 摩颜赶紧出来坐和侍老 劝老白把尼漫天一起收下 我白死破了 此生只收一个徒弟 你 几家欢喜几家愁 眼看尼千丈就要拉着女儿走 摩颜赶紧上前劝阻 最终他将尼漫天 和朔丰一起收入门下 而小谷则移居到了绝情殿 这个地方原本 一直只有白子画一人 现如今终于多了个小可爱 谈恋爱都没人会打扰 老白心里乐开了花 拜见尊上 该改口叫师父了 该改口叫相公了 拜见师父 老白告诉了他这里的规矩 就是没规矩 想去哪就去哪 小谷问师父在绝情殿住了多久了 太久了 我也记不住了 每日独自俯瞰千山 守护着长流 守护着各派 这天小谷正在练剑时 老白突然走了过来检查 白子画法小谷再练一百遍 可他突然喊住师父 随后又摸了摸肚子 师父 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肚子好饿 你有吃饭 是 白子画是先人之躯 不需要进食 可小谷现在还是凡人 而且胃口很大 风腾快来看看 你家珊珊肚子饿了 小谷说找遍了绝情殿都没有吃的 老白便允许他可以去亥店吃饭 小谷又问他可不可以打包回来吃 老白说可以 啥要求都满足 小谷真是捡了个好师父 就在他活蹦乱跳的要去吃东西时 白子画突然喊住他 你的宫灵掉了 老白看似冰驼子 没想到竟是个暖男 只是这样溜水瘦的了呀 次日师父给了小谷一本书 让他背下来 这可不是普通的书 而是长流的正派之宝之一 七绝谱 吩咐完之后就让小谷先下去 可小谷总感觉要做点啥才好 师父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比如说 打扫卫生 洗衣服 或者帮你磨磨 你当他是宇文月呢 小谷回房打开书之后 才发现这本书不简单 他竟然是触评的 这个女人挥剑跳到九米高 眼看就要刺中女孩 突然他肩膀上出现一只虫子 直接跳到女人手上 他赶紧用手去拍 结果又跳到了他脸上 给他盯了一脸的包 可最后还是被女人抓住 他把虫子扔向空中 随后一箭刺了上去 小虫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突然他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竟然变成了一位妙龄女子 这虫子哪里买的 我要去买一箱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漫天表示惹不起 还是先走为妙 唐宝第一时间找到落十一 上去就问别人自己好不好看 十一母胎单身至今 哪里见过这场面 直到唐宝说了一些 他还是虫子时候的事情 落十一才反应过来 唐宝 你真的变成人了 给人家虫子都弄害羞了 这天小谷看门外的莲花好看 便将其采了下来 给师傅做了一碗八宝粥 白子话尝了一口感觉还不错 可马上发现了不对劲 这冰莲从何而来 我看后院那个莲花开得特别好看 我就想到了这个菜 这千年冰莲 是我从极北苦寒之地 移植过来 我细心栽培了好些年 好不容易才开了几栋 你居然把它给吃了 罚你不许吃饭 为了表达对师傅的歉意 小谷却给她的花草浇水 可却不小心被刺中 手指还流出了血 糟了 这是我培育了几十年的药材 拜家子 照这样下去 老白的家当要被你拜完了 对不起师傅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罚你倒厉害书 这边宁漫天和尹上飘又开始整活了 尹上飘在她的银针上涂上了喜飞散 只要花千谷中招了 她就会失去仙姿成为普通人 那样就不能做尊上的徒弟 而宁漫天就有机会了 这边小谷还在为被罚的事难过 突然一位师兄出现在面前 想我了吧 小不点 竟然是沙姐姐 趁着白子话不在 她带着小谷出去游山玩水 两人坐在凤凰身上兜风 沙千莫看见水里自己的倒影 瞬间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小不点 你说 姐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小谷也很配合地说 对啊 你为啥这么好看呢 可惜啊 我的容貌 虽然是这天底下最好看的 但这法力 为什么就不是天底下最厉害的 两人又来到了一片花草地 这里的花是沙千莫 特意从各地采来的种子 小谷说想搬一些去绝情店 沙姐姐说你全搬都行 小谷说那你难道不喜欢花吗 这个世界上 又有哪种花比我漂亮 与其喜欢花 还倒不如喜欢我自己呢 你说呢小不点 是的 姐姐你最漂亮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自恋之人 两人潇洒完了之后 沙姐姐准备送小谷回绝情店 可小谷怕被别人看见 坚持要自己回去 然而就在回去的路上 被倪漫天和尹上飘堵住 他两表示想和花千古切磋切磋 小谷不想理他们 倪漫天却不依不饶 尹上飘见状直接发射毒针 住手 关键时刻朔锋来了 两人见计划已经成功 便直接离开了 小谷回去练功时 发现竟然提不上内力 他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能强行继续修炼 而唐宝也发现了不对劲 小谷已经在里面待了太久没出来 这时白子花走了过来 唐宝赶紧上前 骨头已经三天三夜没出来了 他会不会练功已经走火中魔了 果然小谷已经走火入魔 他立刻上前一顿看不懂的操作 几根银针飞了出来 紫华 这是怎么回事 小谷中了洗碎伞的毒 他应该是发现了 强行运功压制 随倒这艘红武 可如今要救他的花 只能替他打通仙脉 紫华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要替他打通仙脉 你疯了吗 且不说会耗费百年功力 一不小心 你自己也会心里难保 我既然说他没头 就必须对他负责 紫薰剑说不动他 只好在一旁替他护发 次日小谷安然无恙地醒了过来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 他立刻去跟师父道谢 还得知自己进入了入微之境 也就是可以开通摄像头了 小谷第一次开摄像头会看谁呢 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剑瘦的肥肉 小谷眨了眨眼睛 唐宝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而露出美背的师父也发现了不对劲 谁 老白一脸懵 总感觉有人在看自己 但又没有证据 次日小谷竟然来给师父道歉 师父 弟子知错了 知什么错 老白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 突然感觉心里害怕极了 我昨天不是故意要偷看你洗澡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看完人家洗澡竟然还有道歉的 白子话即使纵横六界上千年 此刻也难免修红了牢链 你那时候在沐浴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只是看到了师父 师父的 裸背 老白心里一颤 千年的清白就这样没了 该怎么办 要惩罚他吗 那如果有人问起来他为何受罚 那岂不是更尴尬了 老白最终怀着崩溃的心情放过了小谷 可事后他还是久久无法平静 脑子里总会传来小谷道歉的声音 你那时候在沐浴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只是看到了师父 师父的 裸背 晚上小谷正在画画 唐宝走近一看 他竟然在画师父的美背 你确定画的是师父 不是白无常 当然了 我在画师父的裸背 次日两人吃饭时 小谷不停地给师父加菜 怎么感觉老白的脸变远了 白子画回房间时 看到床上有张纸条 师父 衣服已洗好 小谷 次日刚起床 小谷就为师父做好了桃花羹 师父 味道如何 好不好吃啊 三尊义士 我要下去长流店 老白感觉快要被小谷撩倒 赶紧找个借口准备开溜 师父 师父 你 你要这样去长流店啊 你不用梳发吗 这事我打理不来 李蒙司会帮我 师父 你都有我这个徒弟了 不用再麻烦李蒙师兄了 来来来 想跑 没门 师父 以后每天 小谷都帮你抒发好不好 照这样撩下去 唐僧都要动烦心 很快到了新晋弟子们出去历练的日子 老白通过小谷中的洗肥散 得知弟子中一定有七杀奸细 另落十一将其找出来 回来后白子画叮嘱小谷出去后要小心 还给了他两瓶极其珍贵的疗伤药防身 师父 小谷不在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小谷知道 此行肩负重任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不会给师父丢脸的 好了 明天就要下山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估计老白自己都没发现 他对小谷说话越来越温柔了 临走前 小谷突然回头告诉师父 师父 小谷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 次日老白出门后看见了小谷送的礼物 是一棵桃花树 千年寒冰也抵不过如火热情 老白心里跟吃了蜜一样甜 而落十一已经带着弟子们在山下会合 并叮嘱他们不可与凡人起冲突 随后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一座城门前 可突然士兵们将他们团团围住 他们刚拿出手机准备扫二维码 这时带头的将军拿出一幅画 打开一看 上面竟然是花千 没错 就是你 倪曼天暴脾气直接掀手和他们打了起来 若十一拼命劝阻也没有 就在这时 东方玉卿竟从里面走了出来 原来他已经混成了皇上身边的大学士了 皇上正是孟玄朗 东方跟将军解释说他们是自己朋友 可将军还是要抓他们 只见东方走到小谷旁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列将军 你看 这次勾玉 都叫皇上 原来这个勾玉项链还真的不简单 可就在他们和孟玄朗见面时 突然收到三尊的消息 太白们有难 七杀派向各大门派发了战书 若十一立刻带领大家前去支援 可就在路过一片树林时 突然天空骤暗 群压乱舞 若十一马上发现不对劲 带着弟子躲在旁边的草丛里 果然一群七杀店的门徒们正从这里经过 若十一安排泥曼天和朔丰跟踪他们 看他们往哪个方向走 随后又告诉各位弟子 七杀的人要在八月十五攻打葛大门派 准备抢抢神器 现在正在集结手下 八月十五 那不就是明天中秋节吗 大家记得到时候吃月饼的时候小心点 可就在落实一带大家扎营等他两时 尹上飘竟然偷偷放出消息 很快善春秋便得知了小谷一行人的行踪 他是鼠山掌门 拴天恋肯定在他手上 于是立刻安排手下行动 就在他们还在休息时 七杀的人已经赶到 天空 没事吧 没事 这什么情况 倪漫天是穿越回到了前几集吗 大家听到动静纷纷出来迎战 一顿乱战过后七杀的人消失 落十一受了点轻伤 他将朔丰和倪漫天支开 告诉了小谷他们人当中必有奸细 于是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次日小谷跟落十一说 自己决定单独走 神器在自己身上怕会连累到他们 请问后面那个床垫是认真的吗 落十一安排了朔丰跟小谷一起 相约在太白山下会合 影上飘之后一脸上当了的表情 果然到了晚上 他又悄悄放出消息 影上飘见事情败露立刻逃跑 朔丰跟小谷说分头追 两人追了没一会儿 影上飘主动线身和小谷打了起来 可这时他都已经不是小谷的对手 被他一脚蹬倒在地上 这时你漫天出现了 怎么了 他是奇山殿的内剑 你居然 两人一直都是一伙的 小谷危险了 只见你漫天慢慢举起剑对着小谷 惊不惊喜一不意外 只要影上飘死了 你漫天做的那些事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可没想到朔丰也是个狠人 你漫天 这一下你没有后悟之忧了 可惜给他机会他不中用 次日一群人已经抵达了太白门 白子化得知后很关心小谷的安危 于是叫来弟子李蒙 让他将刘光琴带去给小谷助阵 李蒙人都傻了 这可是阵派之宝 就这样交给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是不是太草率了 白子化直接将琴打进他的身体 让他速速前去送琴 而这边七杀殿的人已经杀了进来 这善大妈一天不整活就浑身不得劲 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 为了集合十方神器释放洪荒之力给杀千诺 真是操碎了心 我愿称他为最强保姆 他直接派出一个法力高强的女子般若华 太白门的弟子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他很快杀到了掌门生殿 掌门也被他几招制服 这掌门要不要这么弱 眼看神器即将被他取出来 小谷终于动手了 一掌将他击飞就下了掌门 善大妈下令弟子们直接进攻面门 这时小谷突然飞到高处 可由于小谷的法力并不高强 善春秋等人很轻松就防御了下来 而且他知道以小谷的法力 这等神器他根本使用不了多久 而这个脸上长着机纵丝的男人 突然拿出一个竹蜻蜓 上面涂满了剧毒 刘光琴对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起作用 小谷被他折了一口 这时机纵丝下令手下放剑 不是吧阿瑟 神仙打架居然放剑 长流的几人挡在了前面 太白门的弟子就跟酱油一样在后面观战 清水准备掩护小谷进大殿 这时又几把剑袭来 小谷毫无防备地跌了下去 空中还被偷袭了一掌 原来又是这个波罗蜜在捣乱 云翼也飞了过来和清水对战 此时小谷中的毒已经发作 波罗蜜突然变成长蛇腹 缠住小谷朝自己嘴巴里送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时 天空突然掉下两朵巨花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波罗蜜此刻已经吓傻了 沙千莫看东方很关心小谷的样子 于是走过去询问他是谁 东方却说小谷中毒很深急需解药 把解药拿来 圣君 他身上藏有两戒神器 只要我掏了他的心肺 在沙千莫面前说要杀花青 就好比要在太岁头上动动 波罗蜜只好乖乖地送上了解药 东方拿到药之后竟然开始解小谷的衣服 你干什么 上药啊 男女受受不亲 看你这如服薄官的样子 难道这都不懂 那又如何 谷都是我喂过门的娘子 难不成你来啊 沙千莫吃醋了 只好命令波罗蜜去给小谷商药 这波罗蜜的表情还挺可爱的 将小谷交给他后 东方来到沙千莫身边 一介书生站在圣君面前竟然一点都不虚 他的身份确实让人好奇 这时小谷也慢慢醒了过来 你敢占小不点的便宜 便要拿命抵过 沙姐姐 小不点 小不点 骨头 两位的步伐需要这么一只吗 连蹲都是一起蹲下 小谷解释说东方是他的好朋友 沙千莫只好骂了他一顿作罢 可波罗蜜就惨了 还有你 居然敢毒伤我的小不点 姐姐 我已经没事了 你放过他吧 属下知错 属下知错 属下也是听从护法之命行事 属下 完了 圣君的身份隐瞒不了了 这一切都怪善大妈 沙千莫直接飞到了他们面前 还是老规矩 善大妈低着头眼睛瞪得溜圆溜圆 沙千莫又是一顿臭骂 可当听到她说是为了夺刘光琴时 圣君顿时双眼放光 因为她的妹妹就是因刘光琴而死 她也因此对刘光琴有了执念 可善春秋又告诉她 刘光琴在花千古手上 沙千莫立刻来到小谷身前 让她把刘光琴交给自己 可小谷现在却十分伤心 她问沙姐姐为什么要对自己隐瞒身份 可沙千莫也有苦衷 小谷说自己从没在意过姐姐的身份 可是七沙派不仅灭了蜀山满门 今日还要血洗太白山 自己做不到当成没发生过 此刻沙千莫是真的痛心 但为了自己的妹妹 她必须拿到刘光琴 小布蝶 你不要怪姐姐 你不要生姐姐的气 我可以饶他们一命 可我只要刘光琴 可小谷却坚决不给 我不会把刘光琴给你的 姐姐 沙千莫怎么可能下得了手 这时善大妈突然出来搅屎了 以太白山弟子的性命威胁小谷 交出神器 小谷去阻拦可却被沙千莫拦住 住手 小布蝶 姐姐什么都依你 唯有这刘光琴 这时东方出来做和师佬 他提出比武来定夺神器 沙千莫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此时白子化也在齐剑赶来的路上 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代驾找 比武规则很简单 双方各派三人分别作战 三局两胜 第一局东方欲清对战机总司 两人都是玩机关秘术的奇才 机总司扔出一个任意门 东方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摆满了铜人 还会自己移动 东方走到哪哪里的路就被堵住 突然他开始走一些诡异的步伐 走完之后铜人全部倒下 东方轻松破下了此机关术 获得了第一场的胜利 第二场云衣对战云衣 原来鼠山的人也赶过来支援了 两人打着打着越飞越高 然后就这样飞走了 剩下的吃瓜群众一脸懵 杂打着打着人没了 这局只好算平手 最后一场善大妈终于出场了 可小谷这边派谁迎战呢 等等 该来的人来了 卧巢 一个皇帝跑来跟神仙打架 还自带背景音乐 只见孟玄朗自信满满地准备上去送人头 这时善大妈竟然不讲武朵 直接把花千谷给掳走了 她认为就是这个女人害的圣君不愿意多神奇 想直接将小谷解决 可就在这时一道金光飞来 将善大妈打飞了出去 轻轻抱抱举高高 老白你果然还是这么帅 这边沙千墨也将善大妈救了下来 果然又是一顿臭骂 善大妈在这部剧里挨的骂 比我上初中的时候还要多 两位最强王者都现身了 刚好第三场比试还没有进行 白子化 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你的容貌 依旧没我好看 是是是 你是全天下最美的 老白表示很无语 大战一触即发 只见两人同时飞到半空 不停地朝对方发波 也不知道发了多少个 最后两人的头发同时被拨切到 沙千墨心里一惊 立刻急速下降 白子化 你居然敢弄断我的头发 我不跟你打了 这 说不打就不打 就是这么任性 理由就是这么充分 但是比武结果还没出来 最后两人决定用法力推顶决胜负 此刻顶的内心是崩溃的 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推我 只见两人分别发出两根激光线 顶被他俩推在空中转圈圈 一顿不解释操作下来 最后顶离沙千墨要进行 把不归宴还给他 圣君 沙千墨输了 一心搞事业的善大妈都要崩溃了 原本是来夺神器的 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老白装作不说话 深藏功于名 师父 太棒了 小谷趁机赶紧上去占便宜 大家快看啊 老白这货竟然会笑 事后他为小谷聊好了伤 还表扬了一番 这一战 你功劳很大 没想到 你进步得这么快 为时很高兴 你早点休息吧 尴尬得我手都快抽筋了 太白掌门为了庆祝胜利 特意摆席宴请诸方来宾 而神器换司令也交给了白子化保管 这时你漫天走过来 敬了小谷三杯酒 小谷无法拒绝至好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已经有点醉了 太白掌门表示 大家之所以能喝得这么开心 全靠紫薰上仙的香料 这时后面有个醉鬼开始说话了 柑橘的绿叶 风杏子 还有柏木 这几味放在一起 势必端庄温和 江香的配料都说了出来 这不是对子薰的挑衅吗 而尼漫天又开始整活了 子薰上仙调的香 其实我等能闻得出来的 只要是香味 你拿得出来 我便打得出来 我可没本事考你 不过子薰上仙手法如幻 是近万千香味 我请他来考你 你敢试试吗 有何不敢啊 子薰还没说话 各位大佬们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正好给大家助助心 子薰正好看不惯老白的这个爱度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可原本说好是指点小谷 但小谷人已经喝傻了 竟然提出要和子薰比试 每人出三种香料 对方说出制作方法和成分 谁说对了谁赢 子薰被气得差点刺他一丈红 自己是专门玩香料的 一个入门弟子也敢挑衅 他马上大手一挥 放出一种名叫浮屠三生的香料 闻到香味的人都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但小谷可是看过七绝谱的人 白炭香二两 琳兰香四两 乳香橙香霍香精魅香各一两 然后再沿青炉半钱 随后又说出了制作的方法 这小妮子果然不简单 分毫不差 子薰 你教出的好徒儿 倒是没给你丢脸 只见一根薇亚将子熏掉了起来 第二种香料放出 小谷在地上转了几圈 二十四个节气里 分别有二十四种花 由盛即衰 采齐此时的二十四种花 只成香精 不出意外 第二题又答对了 子薰要开大招了 第三种香放出 闻到的人皆伤心不已 莫名痛苦 难道里面放了洋葱 这一位鬼化伤累 情状万千与人生病 有伤者闻之有味 无伤者只能演进 你可拆解得出 可小谷闻了一阵后 竟然还是答了出来 这里面有百种香花 百种香草 还有百种香木 与旺幽九混合 再又三枚真火 收支半年 你是专业破解配方的吗 有着技术不去赚钱 竟然还休闲 对 但是少了一位 少了 少一位 竟然漏掉了一位 难道真的是洋葱 我知道了 怪不得 闻起来人人伤心 少的这一位 便是子薰上仙 叶元之时流下的眼泪 不错 牛八呀 但你摊上试了小姑娘 接下来轮到小谷出题了 为啥要边跳边放 此时小编已经猜出了 她释放的香料 应该是含笑半步颠 可子薰却否定了老娜的答案 子薰说到一半突然卡住 有两种香味 她竟然闻不出是什么 她让小谷告诉自己 自己认输便是 不用了 少仙 你不用认输 这两位材料 你肯定都没有闻过 不知者不识 再寻常不过了 好一个不知者不识 果然喝酒误实 这话都敢对少仙说 一位是我身上的异香 一位是师父身边的枕中香 你师父的枕边香 完了 白子花的枕中香 这下误会大了 子薰可是喜欢了白子花上千年 老白见情况不对 赶紧让小谷去感谢子薰上仙 手下留情 花千古 我的桂花伤类合的是情商 你竟然能闻到它的味 说明你已经动情了 你动情竟然能够动到你师父身上 你简直是大力不道不可饶恕 一语惊醒梦中人 小谷备下的酒都醒了 立刻找了个借口先溜了 难道自己真的动情了吗 和师父在一起的画面 一幕幕在脑海闪过 小谷 师父 看着傻傻的表情 看来子薰说的一点没错 这时孟玄狼走了过来 要将小谷扶下去 而小谷竟然把他当成了师父 幸福来得太突然 孟玄狼差点原地驾崩 就在他想亲人家时 白子画很不实相地出现了 这边倪漫天被气得出来溜达 突然一堵无形的墙将他挡住 他刚想奋力反抗 竟然又出现一根威亚将他掉在了半空 原来是子薰上先 子薰说他故意激发千古与自己斗香 导致自己在白子画面前丢脸 娘娘快点刺他一丈红 你有话要说 好 我就让你在死之前 说最后一句话 倪漫天立刻大喊他恨花青 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肯定会成为尊上的徒弟 我记他 就是想看他落败 看他丢人 看他没面子 但我没想到 你竟然输了 我对你简直失望透明了 子薰听完这番话 不出意外地放过了他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子薰表示绝对不会让花千古留在紫花身边 但因为他又是紫花的徒弟 自己不好下杀手 于是吩咐倪漫天监视花千古 有任何异常情况立刻向他汇报 回肠留后三尊对各位弟子进行的口头表扬 尤其是花千古这次功劳最大 可如尊又说这次外出的人比较多 为了确保安全 各位弟子必须再去三生池进行试炼 清水第一个下水 脑子里想的都是梦玄朗 果然不出意外 他被疼得直接跳了出来 朔锋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像在逛大街 你漫天满脑子都是小谷 也被烫得差点站不起来 轮到小谷了 这时子薰上先也来到一旁观看 果然不出意外 小谷感受到了疼痛 等他上岸时 脚已经被烫伤 幸好还不严重 只有他和寿风没有被魔眼老头子惩罚 而子薰也告诉了白子华 小谷已经对他动情的事 可老白不愿意相信 他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事后他找到小谷给他把脉 果然他看见自己就心跳加速 老白好严劝他 说他年纪尚小 会有这些杂念实属正常 但应该设法出去 而不是设法隐藏 小谷立刻下跪道歉 师父恕罪 你真的动情吗 弟子知道 弟子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喜欢上东方 卧巢 此刻远在一宿阁的东方表示不想背这个锅 一向镇定的老白眼珠子转来转去 一副很震惊又失望的样子 脸都变成了醋的颜色 只好伐小谷面清新皱一百遍 眼前的桃花羹突然就不像了 这天你漫天正在被伐扫地 突然看见地上有四个子 花千谷 燕生石 看样子一宿君又要搞事啊 他马上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子薰 而且刚入门的时候 他发现了花千谷的燕生石不对劲 后来他的燕生石就一直在尊上手中 子薰立刻找到老白 说想看看小谷的燕生石 可老白坚决不敢 说自己的徒弟只能自己管教 任何人都休想拿他的燕生石 这样一说 子薰更加确信他的燕生石有问题 于是趁老白下山开会时 直接来到绝情殿打开了他布置的结界 老白也感应到了 连忙赶了回去 这边子薰已经通过法术拿到了 庄燕生石的盒子 子薰得知花千谷是白子化的生死劫 二话不说就要冲出去将他杀了 此时的小谷还在和唐宝东方吃饭 突然一个手电筒照过来 东方站在小谷前面为他挡下了攻击 可他自己却昏迷不醒 这时子薰还想对小谷下手 好在关键时刻老白及时赶到 事后他为东方疗好了伤 小谷看他这个样子满是心疼 此时旁边的尊上好像成了电灯套 而小谷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在东方的算计中 他的目标是白子化 老白告诉小谷 东方的伤很严重 如果49个时辰之后 他的真气还无法运转 那就神仙难救了 老白再次警告子薰 他如果再想伤害小谷 自己就和他断情决议 竟然敢威胁娘娘 这要搁那个电视剧里 老白即使是神仙也活不过第一集 但子薰还就吃这一套 谁让他是自己喜欢了几千年的冤家 我答应你 我希望你是诚心改过 我只说我不杀他 并不等于我会原谅他 大学士的伤如何 我已在旦夕 子薰为了弥补犯下的过错 便决定亲手为东方疗伤 可他之前强行打开小谷的验声室 已经毁掉自己一半的修为 现在的他即使用尽全力 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子薰当年释出七沙殿 修炼的是指阳之气 而沙千墨炼的是指阴之气 只有他能化解东方体内的伤 子薰听完立刻来到七沙殿 可沙千墨听完他的请求后 就是一顿嘲讽 皮肤还算是不错 只是经常在夜深无人之时 容易睡不着吧 因为你的皮肤 可是一寸 一寸都替你记着呢 大家听到没有 要想变得和沙千墨一样美 记住千万不要熬夜 子薰就这样被抓了起来 老白收到消息后 也立刻赶了过来 当然也被沙千墨嘲讽了一番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你是在妒忌我的美貌吗 沙千墨说可以放人也可以救人 但有一个条件 你拿流光琴来换 然后就有人炸锚了 口水喷了人家如尊一脸 要不是看他年纪大 人家早动手了 小谷得知了这件事之后 也来到了七沙殿 大家再看看小沙沙现在的态度 老白和子薰表示不服 为什么看见我们就是嘲讽 见到花千谷就这么温柔 小谷劝沙千墨放弃神器 不要再造杀念了 而沙千墨也向他解释 自己要流光琴不是为了极其十方神器 他对洪荒之力一点不感兴趣 他是为了圆一个人的梦 并且借用几天就会归还 他跟小谷说若是有了流光琴 便把后面的故事讲给他听 小谷也相信了他的话 马上跪在师父面前想要借流光琴几天 可他自己相信没用 老白不相信沙千墨 而且还有那个一心搞事业的山春秋 只怕是有戒无怀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偷 此时白子花正在弹琴 这坐姿还挺妖绕的 只见身后出现两个捏手捏脚的傻子 人家老白可是神仙 立刻就发现了他们 于是停下来问他们刚才的曲子 听懂几成 两成 好 就练着两成 快点拿流光琴 老白就这样扔下流光琴走了 果然是宠气狂魔 嘴巴上说不见 然后暗地里明着怂 两人赶紧把流光琴带走了 沙千墨也信守承诺就好了东方 几天之后他便会醒过来 随后沙姐姐将妹妹的故事讲给了小谷听 妹妹生前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琴 而流光琴作为琴中之首 妹妹做梦也想用他弹奏一曲 那么此生便再也无憾了 当年他得知流光琴在长流 于是偷偷潜入长流去偷 可不想却被长流大弟子主染抓住 并用妹妹的性命威胁沙千墨交出手中的神器 当时沙千墨还没来得及给 妹妹便以为他要神器不管自己 于是便伤心自稳了 而沙千墨也意识到都怪自己平日抢夺神器 才会害得妹妹遭人胁迫丢了性命 所以也停止了对神器的收集 小谷终于明白了沙姐姐为何那么坚决地想要流光琴 于是拿起琴为他俩一起演奏了一曲 沙千墨也信守承诺地让小谷带走流光琴 这时长流店又有人炸毛了 魔炎真是个可爱的小糟老头子 为了不被魔炎的口水喷到脸上 小谷赶紧解释 说沙千墨信守承诺已经还回来了 可魔炎口水太多 不用掉一些怕被淹死 宠妻狂魔老白站了出来 魔炎只好强忍着把口水咽了回去 如尊找了个借口把魔炎带走了 小谷赶紧跟师父认错 主动请他罚自己 白子话说等想好了再罚 干脆直接罚小谷叫你老公好了 这边东方终于醒了过来 他让小谷跟他一起离开长流 昏迷的这段时间 身边发生的一切他都能感受到 他知道小谷为了救自己偷流光琴 他有点害怕 怕自己的计划会让小谷受到伤害 可小谷怎么可能会跟他走 这一走剧名就不叫花千谷了 应该叫东方欲卿复仇继织之大战白子话 东方原本只是把小谷当成一颗棋子 他什么都算到了 唯独没算到自己会爱上花千谷 东方走时谢了白子话的救命之恩 老白说他应该谢谢小谷 真是个明白人啊 晚上老白提出要带小谷下山历练 目的是寻找神器之一的闽生剑 次日两人便出发了 老白和小谷开启了二人世界 他们来到了小谷的家乡莲花村 以前的房子已经布满了灰尘 两人好好打扫了一番 便再次住了下来 这到底是来历练还是来度蜜月的 老白的种种行为 总让小谷觉得他和墨兵很像 老白也看出来了他想起了墨兵 次日小谷准备把墨兵送他的剑给买起来 彻底封存这段记忆 可老白看到后当然不愿意了 那可是我送的剑 于是走上前告诉了小谷真相 还说自己当时不能使用法术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谷的父亲离世 他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想找个机会跟小谷道歉 小谷听完人都傻了 原来师父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墨兵 随后两人又跳起了双人舞 小谷伤心地跑回了房间 师父竟然就是墨兵 那晚他明明有能力救自己的父亲 当时为什么却没有失于援手 这时子寻又跑过来补刀 说老白不想失去掌门之位 所以没救他父亲 还有那些村民放火烧他们家 把他们赶出村子 那些村民才是罪魁祸首 小谷终于心情崩溃地跑了出去 可就在他蹲在一棵树下伤心难过时 突然一张大网将他抓住 这些村民竟然又来找他麻烦 还把他绑在木桩上要将他烧死 可小谷已经不是当年任人欺负的小姑娘 想起父亲死的那晚他们放火烧自己家 逼死自己的父亲 小谷彻底爆发了 我杀了你们 为我爹报仇 他将一个男子绑在了木桩上 拿起火把就要将他杀了 这时候老白突然从天而降 也不说话 我就站在你面前 看你几分像从前 子勋上先真的是无处不在 小谷看到师父的眼神 想起父亲临终说的话 他终于还是心软了下来 老白也松了一口气 小谷一直都是善良的 哪怕是获得了洪荒之力变成了妖神 也只杀过一人 他也慢慢想通了 原谅了村民原谅了师父 师父现在是他最重要的人 回家看到老白从里面出来 他立刻冲了上去 小谷 你原谅师父了 小谷说自己想通了 莫兵只是自己的回应 师父才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人 我再也不要跟师父分开了 老白表示很欣慰 耳朵都激动得红了 小谷 你长大了 这是师徒间该有的动作吗 而皇宫这边 孟玄朗的兄弟竟然要谋反 手持闽生剑将他打倒在地 就在要下杀手时 突然一个满级号打了过来 原本他们不插手凡间之事 可得知善春秋从中作梗 老白便帮孟玄朗夺回了王位 还拿到了闽生剑 次日老白和小谷便回到了蜀山 小谷准备将蜀山之位传给云影 可他不知道 面前的云影早已不是云影 当日蜀山大战时 云影云影两人打着打着就飞走了 后来云影便以云影的身份待在蜀山 就在小谷要给他公寓时 突然一具尸体从天而降 竟然是太白掌门被杀了 继承仪式只好先暂停 能在这么多高手面前杀人的 大家怀疑的对象纷纷想到了一起 杀千末 小谷说事情发生在蜀山 一定会给诸位一个交代 但没有证据就乱说 小心我让导演提前让你下嫌 倪千丈就是一顿嘲讽 你当老白不在吗 人家可是护气狂魔 晚上小谷正在更衣时 突然有人拿他的补哨吹了一下 几秒之后杀千末果然赶到 这事明显要嫁祸给杀姐姐啊 果然 就在小谷让杀千末赶紧走时 已经出现一大批人将他们拦住 发千古 你身为蜀山掌门 长留守徒 你竟敢勾结 击杀殿的魔头 来残害同道 我告诉你 你冤枉我也就罢了 竟然敢冤枉小不点 我看你是活腻 杀千末抱脾气直接动手 一群臭虾烂番鼠毫无招架之力 这是一道靓丽的身影从天而降 两人一言不发就开始发射激光线 小谷健壮立刻上前让两人助手 他请求杀姐姐赶紧回去 杀千末知道小谷在这里肯定会受委屈 于是放弃能将他晕住 骑着凤凰把小谷带走了 白子化立刻骑剑跟上 可火凤凰的速度太快 老白根本追不上 而且他知道杀千末不会伤害小谷 便放弃了追踪 回七杀殿后 杀千末叮嘱善春秋等人好好伺候小不点 此时善大妈眼睛瞪大象同龄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醋味 圣君紧接着说到了太白山掌门被杀的事 太白掌门飞檐 在接任大典的时候被杀了 不是属下主委 我没说是你干的 你看把人家善大妈给吓的 这满满的求生欲还挺让人心疼 杀千末叮嘱他将此案查一查 如果是自己的人所为 一定严惩不淡 小谷跟杀姐姐说自己没吹古少 也就是说吹的那个人 是故意要将杀千末引过来 把凶手嫁祸给他 而那个人肯定就是凶手 古少是杀千末的独门暗号 他有方法可以看到是谁吹的 很简单 掉监控 只见他手中放出几根电线 打开了一个椭圆形的显示器 果然这个人正是云影 此时的云影已经被他抓了起来 原来他俩是亲兄弟 云影是家族的继承人 云影是守护者 所以云影受到的一切伤害 会转移到云影身上 云影也因此怀恨在心 唯有用闽生剑将云影杀了 方能破解这个诅咒 云影也心寒愧疚 于是让他替代自己 接管蜀山掌门之位 晚上善大妈找到云影 让他从六界全书中 找到行尸丸的下落 这种药丸可以在一炷香之内控制别人 善大妈想让圣君服下 让他忘掉对妹妹和花千谷的感情 好一心收集神器获得洪荒之力 善大妈真是一位好手下 杀千莫有了他都可以挂机升级了 小谷知道善春秋不喜欢自己 于是便让他找个机会带自己出去 善大妈一想也是 反正被圣君知道的最多被骂一顿 也好过天天看着这个小丫头瞧 于是便将小谷放走了 可他又立刻派人跟上去要杀她 随后他将行尸丸放进了八宝周中递给圣君 圣君 这里有一碗 银尔莲子羹 是花千谷特意为你下厨做的 请圣君享用 你说什么 是小不点特意为我做的 是 沙尖莫利克端过来喝了一口 你 这边小谷来到了当时云影云一打架消失的地方 却没发现任何有人受伤或者打斗的痕迹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既然云影和云影长得一样 那云影完全有可能代替云影 目的就是为了蜀山掌门之位 怪不得现在的云影眼神总是很不对劲 这时突然七杀殿的人袭来 可小谷现在的法力已经不低 将他们击退后立刻逃跑 他逃回蜀山找到了师父 立刻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他 而老白却早已经知道了 估计他也掉监控看了回方 这时云影来找老白 前几分钟老白约他来说有事相伤 说想把闽生剑交由他保管 老白知道的也太多了 云影拿到剑两眼放光 殊不知已经中剑了 他立刻拿着剑找到云影 就在他要下杀手时 这速度我还以为我快进了 可云一说太白掌门不是他杀的 他此刻一心求死没有必要撒谎 原本在云影的请求下 尊上已经饶了他一名 只是让云影看管好他 你们想囚禁我 我已经在黑暗中活了二十多年了 云影其实挺可怜 生下来就注定一生要为哥哥受到伤害 并且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如今也算是一种解脱 这边沙千莫逐剑醒了过来 善春秋立刻上前收到神器之事 果然圣君突然变得很上心 问他现在夺取了几件神器 善大妈说只有一件 这一巴掌打得善大妈喜笑颜开 他赶紧解释到之前是因为留下和花千 才放慢了收集的速度 此刻的善大妈开心极了 可下一秒圣君说的话让他表示脑壳有点疼 什么情况 难道是刑事完过期了 可沙千莫现在的状态确实有些不同 倒有点像入魔了 蜀山这边小谷因为结识七杀派的人 被老白罚贵 之前没罚他是因为只有自己知道 这下所有门派都知道 自己也没法包边 沙姐姐果然赶过来了 责怪他跟自己不告而别 你好心好意赶过来 白子话就这样罚你 小谷 姐姐带你走 咱们再也不回来了 姐姐 老白也赶过来了 两大高手又一次对峙 老白说原本要将小谷逐出室门 但如果他能查出太白掌门的死因 并且和沙千莫断绝来往 便允许他重回绝情殿 服用了行尸丸的沙千莫已经性情大变 而看着眼前被惩罚的小谷 让他想起了妹妹刘夏 多年前刘夏喜欢上了长留弟子竹冉 可自己却不允许他们见面 这也是导致刘夏自吻的原因之一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小谷这个妹妹 白子话却要他们断绝来往 此刻的他把白子话当成了竹冉 不断对他发起攻击要为刘夏报仇 老白只好拿出沙千莫所在了里面 小谷跪求师父放了他 可老白说他现在已经入魔 放他出来只会伤计无辜 晚上小谷来看沙姐姐 神志不清的沙千莫把他当成了刘夏 小谷却丝毫不介意 而且说着说着又开始头疼欲裂 小谷实在心疼 便用沙千莫将他放了出来 你放了沙千莫 可知道结果会如何 师父 弟子 无法对姐姐视而卑固 只要师父能答应放了姐姐 弟子 答应 与姐姐断绝来往 并任凭师父惩罚 小谷将沙千莫送回了七沙殿 可看到善春秋等人拜见自己时 他却害怕地躲在小谷身后 昔日霸气侧露的圣君 如今却沦落到如此地步 善大妈一心帮老板搞事业 却把老板搞傻了 好在他不离不弃地照顾沙千莫 小谷只是意外 他俩才是真爱 回来之后老白告诉小谷 勺白门掌门前几日惨死 他们要一起去查出真凶 或许和太白掌门的死也有所关联 三人一起来到了一片沙漠 勺白门的入口极其神秘 会随着龙卷风到处迁徙 话音刚落 导演就安排了一阵龙卷风刮在他们面前 风停时 勺白门的入口出现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先让客人吃一嘴的沙子 由于勺白门比较特殊 里面都是女弟子 不允许男人进去 老白便把查案的任务交给了小谷 正好锻炼锻炼他 福尔摩千古正式上线 还真让他查到了点东西 这些掌门在死之前都突然功力大增 而且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他们都修炼了禁术 小谷马上飞鸽传书将消息告诉了白子华 很快老白便赶了过来 要带小谷他们去连城找无垢上线 可就在晚上几人吃饭时 一个手下来找无垢禀报事情 无垢竟然给他们设置了个结界 难道有什么秘密吗 老白透过结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有一个无垢要杀的人逃跑了 老白此时已经猜到了大概 散场时便约无垢留下来下棋 一直下到了次日早上 无垢突然有事要出去 你还要继续杀人吗 你都知道了 原来几位掌门都是他杀的 多年前无垢还是一位宽容仁慈的上线 一天晚上一个女子进他府中行窃 抓住后才得知他偷东西是为了救人 无垢便把他留在了府中 两人长期相处下来逐渐产生了感情 可就在一次云牙收拾东西时 不小心翻出了无垢的验声时 无垢拿来一看才知道 原来云牙就是他的生死节 可无垢不忍杀他 便将他赶出了府中 云牙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便想戴罪立功 于是在少白门妹儿的恐惑下 去偷撕大门派掌门的禁书四黄金 几位掌门也就是因为休息了这个禁书 才突然功力暴增 可云牙偷书时被发现 死在了几位掌门人的手中 无垢为了帮云牙报仇 便将他们医除去 妹儿蛊惑云牙也难逃其咎 无垢和白子画下骑士 骑士已经偷偷开启了阵法 此阵乃我毕生所学 虽然不能将你永远困住 但是足够让我去杀了他 而他现在要赶去将妹儿杀了 这边小谷发现 无垢着急忙慌地出门 于是便一路跟踪了上去 可走着走着却跟丢了 反而在一处山洞中 找到了妹儿的踪迹 原来他之前一直被无垢软禁折磨 昨晚才悄悄逃了出来 就在小谷要救他走时 无垢突然出现在面前 直接将妹儿吸了过来杀死了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可他竟然要杀花千古 原来他是故意将小谷引到这里来的 小谷赶紧逃跑 可没跑多远就被上仙打倒在地 老白这边还在疯狂解镇 这时子勋突然出现 原来是他让无垢帮忙杀小谷的 他将小谷是老白生死结的事情告诉了他 老白听到后人都要疯了 不要此话 你会将他反噬的 老白不惜遭到反噬 强行打开了阵法 立刻顺一赶去救小谷 这边小谷很不解 问无垢为何要杀他 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 正如云雅是我的生死结 你 也是你师父的生死结 什么 我怎么可能是师父的生死结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小谷啥时候找包租婆偷学了施吼功 竟然将上仙击退了 小谷吼完便晕了不去 这是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阻拦无垢杀人 两人打了一会之后 白子化终于来了 黑衣人看见他便飞身离开 无垢知道自己肯定杀不了小谷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他等老白承诺会给个大门派一个交代 老白便带着小谷匆匆离开了 而无垢却将自己的剑抛向空中 选择了自尽 老白察觉到一场也立刻回头 可谓是已晚 太惨了 堂堂五大上仙之一 竟然活不过三级 随后便化作一缕白光消失 其他三位上仙也纷纷感应道 子勋剑无垢落得如此下场 将责任都怪罪于生死节 小谷又没有好日子过了 隐居的谭凡上仙也悲伤不已 还有一个东华上仙 此时正在一首格格主身边 刚才就是他出手阻止了无垢杀小谷 而他的性命也被东方控制在手中 东方才是那个最大的操派人 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 而此时长流派发生了一件大事 朔锋竟然喜欢上了宁漫天 卧潮了 木头爱上鞭炮 还天天陪人家练剑 倪漫天带他去一首格找到了一首军 长流的仙剑大会马上要开始了 倪漫天问他自己怎样才能打败花千谷 如果想赢花千谷 其实很容易 你只需要练 练什么 泥伤女衣秘籍 是我爹不让我碰到那宝秘籍 你爹当然不让你碰 那是男人练的东西 倪漫天刚走一会儿 子勋上仙又来找一首军 问他怎样才能除掉花千 小谷太惨了 里面的女的都看不惯他 东方给了他一把笔手 名为诸仙 只要被他伤到 连上仙也难逃一死 而且对使用的主人也会反噬 东方我劝你善良 已经说出了两种对付小谷的方法 晚上子勋果然来到蜀山 此时的小谷还在昏迷中 关键时刻老白及时赶到 他将小谷抱了出去 子勋还纠缠不休要对小谷下杀手 此时东方又过来看戏了 老白将小谷交给了他 直接和子勋打了起来 又是一顿激光对射 白子花为救花千谷和子勋打了起来 两人竟然同时受伤 这时谭帆出现将子勋救走了 子勋被诸仙匕首反噬 受了极其严重的伤 而易守军竟然找上了门 谭帆马上要和他做交易 只要能救子勋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这正好如了东方的愿 谭帆没有犹豫 立刻开始救人 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之后 子勋果然醒了过来 可谭帆已经奄奄一息 最终死在了最爱的人怀里 子勋何尝不懂谭帆对自己的爱 就犹如自己对白子化的感情一样 同样是爱而不得 最后谭帆化作一缕白光消失 而子勋在痛哭过后也一念成龙 东方可真是猛 五位上仙厨调了两位 他的复仇大忌离成功不远了 这边沙千墨终于恢复了过来 他准备闭关三个月提升修为 而善大妈又可以开始搞事业了 打不过又喜欢惹事 善大妈你真可爱 而成为舵仙的子勋也和善春秋达成了合作 他帮善大妈抢神器 善大妈替他帮谭帆报仇 两人略施小记将郁卓峰灭门了 抢走了神器补原点 这边小谷终于醒了过来 得知自己是师父的生死节 为了让师父不受到伤害 他准备偷偷回莲花村 可却意外听到东方和老白的谈话 郁卓峰被灭门 应该是七杀殿的人干的 老白马上准备启程救人 小谷担心师父的安慰也想去 可却被老白拒绝 但小谷怎么可能死心 于是一路跟踪老白 你当老白是傻子吗 不是让你回长流的吗 怎么又跟来的 师父 我就是担心你 既然来了 就好好跟着吧 我远远地跟着师父就好 小谷问师父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生死节的事 小谷 这生死节 一定有办法化解的 相信师父 师父 不是我不相信你 是我不想你受到伤害 老白让他别担心 一定会有办法破解的 小谷也很快想开了 可他又调皮了 竟然对师父扔血球 小谷 小谷 别玩皮 小谷 千年兵驼子竟然笑得这么开心 神仙真会玩 不过这是两人最后的糖 原来师父 有冬暖夏凉的作用 夏天 就像冰块一样透新凉 冬天 就像暖炉一样 一点都不觉得冷 暖炉 什么暖炉 两人走进了一处山洞 小谷突然感觉到有人偷袭自己 原来是子勋在用捕原顶让他们产生幻觉 可老白的幻觉就有点吓人了 如果我不是你的土地 我想要娶我吗 你想要我吗 你想要我吗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十八岁以下小朋友赶紧关机睡觉 不 你永远都是我的土地 三千为尘礼 无宁爱与赠 行 老白竟有如此定力 不愧是千年冰陀子 屏幕前的你赶紧学着点 幻境被破解 子勋还不死心 直接进入了捕原顶中 白子花让小谷先回去 自己继续去追查 可他刚走一会儿幻境又来了 小谷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谷 师父 小谷 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是不是他不让你来的 我杀了他 这可是小谷最重要的两个人 他竟然做梦都想看他们打架 两人各中了一箭 突然开始往下掉落 小谷也跟着掉了下去 可却发现人没了 眼前是一片鸟语花香之地 子勋出现在眼前 一言不合直接对小谷动手 几回合下来小谷负伤倒地 而就在这时 小谷傻眼了 自己竟然刺中了师父 子勋告诉小谷 白子花中了补原顶 天下没有解药能救的了 小谷立刻将师父扶起来 将毒吸入了自己的身体中 就连子勋都看呆了 你傻了吗 我说的是补原顶制毒 你没听见吗 那他们为了救白子花 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吗 对不起师父 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要早点离开的 是我害了你 这是补原顶突然被打开的一个口子 子勋准备下杀手 小谷 师父 怎么又有一个师父 原来刚才的师父是假的 我今日让你们三个 灰飞烟灭 补原顶的杀招已经启动 子勋劝子花一起走 可却被他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此时小谷中毒已深 白子花没有任何犹豫 将小谷身上的毒吸进了自己体内 白子花 你身中剧毒又困在顶中 就算毒不死你 三昧真火烧都能烧死你 我就不信 你不化作灰飞 善大妈以为自己终于要做成一件大事 此时两人已经被困在补原顶中 被三昧真火包围 就连白子花都知道可能已经没了生机 也许是师父送起将至 你把全身真气凝聚与丹田 师父助你出帝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离开师父 小谷 听师父的话 师父我不要 要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小谷 小谷宁死也不肯离开师父 白子花只好将他推了出去 师父 我要跟师父在一起 关键时刻小谷爆发了一股未知的力量 成功将师父救了出去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不可能 很有人可以出的来补原顶 善大妈太惨了 搞失业这么久 能不能让人家稍微成功一小次 两人从补原顶中逃了出来 可又被善春秋等人拦截 两人合力一掌将他们击退后 老白吐出了一口墨水 果然是文化人 一肚子的墨水 还不小心见到了眼睛里面 小谷赶紧带他逃了出来 可老白已经没有了一丝力气 七杀殿的人再度追来 两人已经没有了对抗的能力 善春秋以为终于可以成功了 就要发动杀招 可却突然发现自己被沉默了 手里的波怎么都发不出来 原来是东华上仙驾到 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东方啊 善大妈被一掌不知道拍哪去了 等小谷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绝情殿 真正的好戏终于要开始了 老白回来后一直在闭关 他不敢说出自己中了补原顶毒的事 不然不止长流要大乱 整个正派都得人心惶惶 七杀殿也定会趁机来返 怕小谷看见自己的情况会担心 便告诉他自己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让他赶紧去练剑 准备参加仙剑大会 小谷虽然很担心 但也不敢武力 其实师父只是在雪地待久了 想考考火炉 唐宝知道小谷回来 着急忙慌地和他见面 原来他听说小谷去雪山了 担心他的安危就去找了一宿军帮忙 最后救下小谷和老白的黑衣人 就是一宿军请去的 小谷马上问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他们就只是让我打扫几天屋子 便把我放回来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简单 一宿军是唐宝的爹 小谷深知师父中的毒不简单 于是查遍了无数古籍 想制作解药救师父 可每次师父都不让他进去 直到这天师父不小心咳出了声 师父 小谷 师父 为师之隐 你都忘了吧 弟子不敢忘 弟子 弟子这就去练剑 老白还是不让他进去 山下的弟子们正在八卦子薰剁仙的事 尊尚他处处偏袒花千谷 每次因为花千谷而为难子薰仙子 但子薰仙子呢 肯定认为花千谷和尊尚有私情 你不要诋毁千谷和尊尚 我说的是事实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我 宁漫天这丫头虽然没头脑 但还挺聪明的 这时朔丰木头看不下去 一把将这根鞭炮拉走 宁漫天以为他是在怪自己说花千谷的坏话 我偏要我说 偏要我说 就是因为他害子薰尚先剁仙 他就是一个害人精 别说话 闻我 不得不说寿风的口味还挺不特的 这边小谷又为师父端来了吃的 可师父依旧不肯见他 小谷实在太担心他 师父 你若执意不见弟子 弟子就跪在这里陪你 小谷就这样跪到了深夜 老白虽然心痛 可不想让小谷看到自己憔悴的样子而担心 一直到次日上午 小谷还跪在外面 老白终于于心不忍打开了门 小谷看见师父 再也忍不住抱住了他的大胆 白子话也抱得挺自然的 小谷看见师父现在的样子十分心疼 就要上去帮他把毒吸出来 可老白怎么会答应他 小谷又说要去找世尊和儒尊帮忙 老白赶紧喊住他 要让魔言知道了那还了不 他的唾沫不得喷屏幕前的观众印 老白知道让小谷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告诉他 在穷天掘地之处 有一个仙草 叫断肠花 可见不愿顶之多 有一种仙草叫断肠花 到底是草还是花 为什么不直接叫鲜花 小谷立刻准备启程 你的身体真的已经虚弱到这种地步了吗 我什么时候进来 你居然不知道 儒尊已经看出了老白身体的异常 老白知道瞒不过 便告诉了他真相 独以深入骨髓 无药可解 白子话请求他不要告诉魔言 满是满不住的 你是怕 大师兄为难千古吗 我走了之后 还犯清师弟 多多照看小谷 毕竟 毕竟他是无辜的 你放心 我会的 这边小谷已经旗舰来到了那处决地 果然在一高处看见了断肠花 他立刻飞上去去 卧槽这啥东西 下老子一跳 亨鸡兽 如今我师父性命垂危 为了救我师父 不得不取这断肠花来救命 原来是亨鸡兽 经过一番打斗小谷成功 取到了断肠花 师父终于有救了 可他不知道 此刻白子话正在交代后事 他约魔言出来见面 魔言见老白脸色苍白 连忙问他怎么了 老白说我名叫老白 脸白一点不可以吗 魔言觉得他是修炼出了岔子 于是叮嘱他继续闭关修炼 老白连忙站起来表示正有此意 此番闭关 不知道还需要多少时间 所以我想请师兄 接管掌门之位 这怎么行 我性格偏执 并非掌门的合适人选呢 师兄 你倒是挺了解自己啊 可魔言却拒绝了老白的请求 他只想一心当辅助 毕竟补兵还是有点累的 这边小谷已经将断肠花带了回来 可却弄了一脸的伤 给老白心疼坏了 而小谷还不知道 这断肠花并救不了师父 老白把花接了过去 告诉小谷炼制解药需要高深的法力 这段时间自己要闭关炼药 让他就不要来打扰自己了 可等他回房时 却把花给种了起来 虽然你没学过养花 但也不能这样交水牙大哥 而小谷回房间后 却发现自己的手绢不见了 上面画有师父的裸背 还附了两行字 山有木西木有枝 星月君西君不知 这妥妥的是他喜欢师父的证据 如果被人发现就完蛋了 小谷到处找都找不到 只好来到山下寻找 这时倪漫天从旁边走了出来 你找的是这个吗 竟然在倪漫天手上 这下小谷的麻烦大了 倪漫天偷走了小谷喜欢师父的证据 并威胁他在仙剑大会上输给自己 小谷只好答应他 晚上小谷又来找师父 只见白子话痛苦地倒在地上 小谷赶紧将他扶起来 想起自己的血毒或许有用 于是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可他的血液只能暂时克制 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次日白子话越来越严重 还吐出了一大口血 小谷又想用自己的血环节 可老白却疯狂抵制 并命令他以后不能再这样 这就是生死节的威力吗 可小谷还没有放弃 他将自己血装进瓶子里 和饭菜一起端给师父 老白看见后再次露出渴望的表情 想起小谷为他做的事 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 他将瓶子直接扔了 这门口的花花草草可就遭殃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瓶子里装的是白草红 小谷不停地吃一些补血的药 就为了能多弄出一些血给师父 他端来一碗鲜红色的桃花羹给老白 老白大发雷霆直接将碗给拍飞了 师父 你把师父说的话 盗耳边疯是吗 不是的师父 弟子真的没有办法了 弟子不想离开师父 师父 很快先见大会开始了 第一场就是花千谷对倪漫天 此时的倪漫天已经完全不是小谷的对手 可小谷却处处收招 台下的白子化当然看得出来 只见小谷还在处处流破绽 突然他抓住机会 一键往倪漫天刺取 不可 小谷长大了 知道杀了倪漫天秘密才不会被公开 可却被白子化拦了下来 老白一气之下直接离场 小谷连忙追上去道歉 师父你没事吧 你居然为了求生 动了杀鸡 为师平是怎么教你的 师父 好你的老白 竟然打女孩子 小谷不停地在门外磕头认错 此时的雨下得非常大 以一瓶找他爸爸要钱那天还大 小谷的额头磕得满是鲜血 次日已经晕倒在门外 幸好被路过的如尊发现 将他带到了冰床上 额头的伤瞬间就恢复了 请问这床哪里买的 我要给我二十多万粉丝一人买一个 保他们幸福平安 而老白又向如尊打听小谷的伤势如何 你这个闷骚男 如尊告诉老白 如果再让小谷留在长流只会对他不好 应当尽早做个决断 老白很不舍 于是找到小谷 希望他能坦白动杀心的理由 这样自己或许还能帮助他 可小谷不可能将真相说出来 在彼氏的时候 你屡屡退让 却在重要关头下了毒手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你跟师父交代清楚 师父 弟子知道错了 弟子只是一时糊涂 我再也不敢了 你是这么不相信师父吗 次日老白将小谷带到摩檐家 跪下 给摩檐下一条 还以为叫他跪下来呢 小谷就这样被逐出了绝情殿 晚上他来跟师父告别 表示自己会用尽一切办法找到解药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答案 那就是一宿君 一宿君表示可以告诉他 但是代价十分昂贵 听说你厨艺甚好 给我弄一桌 你的拿手好菜如何 一 一桌好菜 怎么 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 卧巢 我也可以啊 饭菜做好后 一宿君告诉了他答案 需要集齐九方神器 让失踪的盐水域归位 盐水域的力量 可以化解白子化的 小谷寻找神器的旅途要开始了 晚上各位弟子们 为小谷举办了送行晚会 朔锋看出了小谷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结合他和尊上回来后 两人就一直不正常 一定有什么大事 直觉告诉他一定要上前询问 小谷见他说出了很多证据 便把所有真相告诉了他 包括收集神器的事 朔锋突然有了一股强烈的宿命感 于是决定帮小谷一起去寻找 这似乎就是他存在的理由 次日小谷来跟师父真正的告别 看到白子化现在的模样 吓得我差点打电话给英叔来制服他 老白喝完酒后感觉困意来袭 殊不知是小谷给他下药了 目的自然是为了取出他体内的五件神器 十方神器一下就有了一半 不愧是女娲的后人 小谷和朔锋踏上了寻找收集神器之旅 原本还没有任何头绪 可这个时候东方出现了 有了他出谋划策 事情就简单多了 第一战是去倪千丈那里取服陈珠 小谷已给白子化送信的名义进了蓬莱岛 可当倪千丈打开信时却发现是空白的 大胆 小谷立刻用射魂术将其控制住 眼看对方就要挣脱 他又拿出了神器幻思灵 倪千丈立刻进入了幻境 并且在小谷的诱导下打开了蓄顶 小谷进去后发现有个五行阵 只要将五种力量聚在一起 便可得到浮沉珠 他强行飞进去引的阵法攻击自己 果然一道白光过后浮沉珠显形 第六件神器轻松到手 小谷出来后马上对倪千丈施展射魂术 清除他的记忆 原本以为可以悄然离开 可没想到柱子后面藏了个大妈 看他这表情就知道要搞事情了 小谷两人刚出来就被蓬莱弟子重重包围 原来倪千丈死了 尸体旁边还有个花字 刚才只有花千谷和朔锋与倪千丈见了面 弟子们肯定小谷就是凶手 不由分说就要将他斩杀 但小谷身上可有六件神器 用幻思灵控制住他们后 两人顺利逃跑了 可人虽然安全了 他们的麻烦也大了 蓬莱哥弟子来吧 花千谷杀死了倪千丈掌门 夺送了浮沉珠 白子化得知这个消息后 差点圆地作画 倪漫天得知父亲被花千谷杀害 直接找到三尊要让他们杀了花千谷 可老白太了解小谷了 他绝对不会杀人 便说不能妄下定论 自己会查明真相 这番话气的倪漫天 当场回到了蓬莱继承掌门之位 而老白回来后查看自己的虚点 发现五件神器全都不见了 小谷到底要干什么 你说他要干什么 他要冒天下之大不伪就 而小谷这边可不管这么多 下一件神器是营掌门保管的玄振齿 可现在全天下都知道小谷在到神器了 营掌门肯定会有所防范 难度系数又飙升了 就在这时传来敲门声 竟然是一宿君身边的绿翘姐姐 说阁主派他来帮助花千谷到神器 玄振齿不在营掌门身上 而是在天山的九霄塔内 里面机关重重 比在营掌门身上还麻烦 但不要忘记东方精通骑门盾甲 这下又可以派上用场 东方真是算无一策 四人很快进入了九霄塔内 第一关是机关的老套路 放箭 四人轻松应付了过去 接下来小谷靠着身上的神器又过了几关 可到了这一层竟然是自己打自己 几回合下来不相上下 可人家小谷有神器啊 他直接拿出闷声剑 几个长一样的人瞬间就被秒了 另一边子勋正在疯狂地翻越古迹 他知道小谷收集神器肯定和白子化的伤有关 果然在一本书中找到了答案 盐水玉可皆补原顶之毒 难道花千谷盗取神器是为了让盐水玉归位 花千谷 你为了白子化 当真可以冒天下之大不为 而善大妈又开始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了 这一将倪天杖之死嫁祸给花千谷 这不但不用我们动手 这长流各派自然会替我们解决花千谷 到时候呀 花千谷激进了十方神器 我们不用冲一兵一卒 便可坐收于英雲之力 旁边还有个机踪撕开马屁 善虎把 您高明 用善虎把高明 为啥我看见他笑我也想笑 小谷这边已经到了第九层 玄振齿就在眼前 可下面的洞里竟然钻出来一只白素针 四人上前打斗了一番劲完全不是对手 他们只能从不同方向分散他的注意力 最后小谷飞身将神器拿到了手中 又立刻扔给了东方 小白蛇马上换了目标 转头朝东方袭来 绿翘竟飞身直接挡在东方身前 小白蛇将他死死咬住 任凭他怎么反抗都没松口 紧急情况下 小谷往他身上撒了一泡血 小白蛇终于被打跑了 可绿翘已经无力回天 最后死在了心爱的人怀里 第七件神器到手 下一件是折仙伞 在沙千墨手中 小谷和朔峰直接来到了七沙殿 可却被机宗斯带人阻拦 他立刻下令捉拿花千谷 沙姐姐被他气得头都大了 沙千墨见到小谷后心情大好 抱住他就是一顿爱的魔力转圈圈 完全忽略了旁边还站了根木头 小谷直接跟他道明了来意 需要借他的折仙伞一会 可折仙伞被善大妈带到东海去了 沙姐姐拿出对讲机交代了几句 让小谷交给善春秋 他听到后定会将神器交给他 有后台的感觉真好 小谷刚走不久白子花又来了 问圣君花千谷在哪里 他现在已经去东海找善春秋 拿折仙伞跟补原点了 白子花听完立刻飞走了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给人家圣君气的 白子花前脚刚走 子勋舵仙又来了 问圣君白子花在哪里 大概是去东海找小谷点了吧 子勋听完也飞走了 这是把七沙殿当咨询中心了吗 沙千墨人也是真的好 别人问啥就说啥 这边小谷已经找到了大妈 他将圣君给的对讲机递给了他 善大妈竟然很爽快地交出了神器 看样子他应该还有计划 如今只差补原顶了 这时子勋尚先自动找了过来 直接将补原顶交给了他 久见神器已经到位 善春秋哭晕在厕所 老子搞了几千年都没成功的事业 你一个小姑娘才几天就完成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此时白子花正齐剑飞在寻找小谷的路上 却突然被一道激光打了下去 原来善春秋开始搞事情了 此时的白子花根本不是他对手 被善大妈给抓了起来 这边小谷和朔锋来到一处小岛上 他将所有神器都摆了出来 这时候朔锋突然变得很伤感 他问小谷 就算是你一辈子身被污名 被所有人悟解 被所有人怨恨 深受非人的苦楚 你还甘愿吗 心甘情愿 好 朔锋听完也做了最后的决定 他让小谷将脖子上的勾玉取下来 原来这块勾玉就是地势剑神器掩水 此时的小谷还不明真相 只见朔锋突然站起来不停地发射激光 小谷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于是将他拦了下来 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你脖子上的这块勾玉 就是盐水玉 而我 就是残缺的那一脚 而盐水玉归位就意味着朔锋会消失 那我们不解封印了 我们回长流 我们现在就回去 我们找师父紧追去 你别傻了 我们这么辛苦才收集起所有的神器 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 小谷虽然要收集神器 但不想有人因为这件事而牺牲 他不停地说要放弃 可这就是朔锋的宿命 他直接将小谷甩到一边 朔锋彻底连人和意识一起消失了 而盐水玉也终于归位 善春秋这个时候出现在小谷面前 用白子化威胁他交出十方神器 怪不得他那么爽快地将折仙散给小谷 原来还留有这一步 小谷当然不会交给他 小谷在泡泡里面找啊找 终于在一块生蚝中找到了师父 他立刻将盐水玉放在了他的额头 随后将师父抱出了海面 白子化已经被救好 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苏醒 这时善大妈又阴魂不散地出现了 他告诉小谷 朔锋虽是盐水玉的一部分 但他已经有了意识 完全可以将它分离出来 只需要用小谷的一滴血便可以 小谷救人心切 还真的往上面滴了一滴血 只见石神器自动从小谷顶中飞了出来 在空中聚合 善春秋终于干成一件大事了 而他也告诉了小谷他真正的身份 女娲到底有多少后人 真是无处不在 此时石神器自动生成了一个虚动 传说中的洪荒之力就在其中 海岛上汇集了个派人士准备捉拿花青 众多小弟被吸进了洞里 他们合力才将其暂时封住 小谷一掌将喋喋不休的大妈鸡飞 然后将师父交给了子薰 多亏子薰上线之前炼制的解药解了师父的毒 小谷已经完成兽军交代的任务了 收集完十方神器洪荒之力即将出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一句都没有听懂 他若问起 就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 小谷不想让师父知道自己收集神器是为了救他 圣军表示不想背这个锅 而小谷则要去虚动中阻止洪荒之力再现 花千谷 小谷走后不久白子化便醒了过来 大号已经紧封 他抬头看见了头上的虚动 明白了这是洪荒之力要再现了 而此时各个正派掌门竟然为了争夺洪荒之力打了起来 魔炎老头子拼命阻止 这时小谷赶了过来 一巴掌将魔炎拍飞 又将差点被吸进虚动的蚊掌门救了下来 岛上的各派人士还在打斗 这就是所谓的正派人士 洪荒之力一出现立马起了那会 小谷站在高处喝停了他们 大家都看到了 洪荒之力的出现 已经让我们自己乱了心神 互相残杀 我们要共同对付洪荒之力 请大家不要互相争斗 魔炎遭老头子就要下令捉拿花千谷 花千谷 你妖言祸重 我今天就让你不得好死 我也要伤害武藤 谁敢伤害他 沙姐姐每次出场都是这么的霸气 他让小不点去做自己想做的 这里交给他就行 对不起 即便牺牲我的性命 也不能再让大家因为洪荒之力 而纷争 丧命了 我疼 唐宝 云颖 沙姐姐 各位同仑 再见了 在场的没一个人敢动手 沙姐姐威武霸气 紫勋按照小谷所托 说小谷收集神器是圣君交代的 他一直都是弃杀殿的人 可老白根本不相信 但又找不到小谷收集神器的理由 回到岛上和众人会合后 他知道洪荒之力需要七天七夜才能形成 于是决定提前将其破坏 可这样做的话里面的小谷就会没命 沙千莫立刻站出来阻碍 两人每次打架都是对簿 孟玄朗竟然要保护虚栋 自然是为了花千谷的安危 此时的小谷在虚栋发现了一个傻子 他说他一个人已经在这里待了不知道多少年 一直忍受黑暗和孤独的煎熬 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 小谷立刻心生怜悯 任他做了弟弟 还给他取名南闲月 小谷认为他虽然身怀洪荒之力 但并无半点邪念 只要好好引导 便可用这种力量来行善事 这时东方也来到了海岛上 他说要救花千谷可以等七天之后的月圆之夜 到时候可以在小谷进去的地方打开一个缝隙 到时就可以进入虚栋 亲自把小谷救出来 这样一来 可以将未恢复的洪荒之力 彻底摧毁 也可以断了千百年来 大家想要争夺的念想 正邪两派达成了一致 只要可以救出小谷 而此时的小谷已经在里面和弟弟玩了起来 五五剑下下棋 日子过得轻松又自在 很快已经到了第七天 所有人合力击向续动 不久后果然打开了一个缝隙 东方第一个飞了进去 沙千墨和白子化也紧随其后 东方得知南贤月身负洪荒之力 就想要将他处死 不然出去之后必定天下大乱 可小谷誓死保护他 东方趁小谷不注意将他打晕 就要将小月斩杀 可人家是拥有洪荒之力的人了 他将东方击退 然后用一根发光的威亚将小谷掉了起来 小谷就这样莫名其妙获得了洪荒之力 喜欢却不能表现出来 白子化隐忍的爱又何尝不痛吗 出去后白子化对众人说 南贤月是承载洪荒之力的人 如今已被他抓住 至于花千谷偷到神器 使得洪荒之力重现 要将他带回长流寿室 可沙千墨第一个不答应 放开他们 否则你们今天一个都变上火 姐姐 我求求你 不要再为我伤极无辜了 小谷 今天你若被他们带走 便再无生还之机 小谷还不知道 他此行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沙千墨 你已受了伤 今日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粘在你救我脱困的份上 你不要再逼我 少废话 你今天若是不把小不点 和洪荒之力给我留下 那就把你的命给我留下 我好心留你不得 你要是再冥完不灵的话 我让你命丧当场 白子化 眼看两位大佬又要打起来 小谷赶紧上去阻拦 可却被沙千墨身上的反甲弹飞 小谷劝圣君不要再和师父打了 他已经决定跟师父回长流 小不点 你要知道 你这么一去 便是把自己往死里送 我知道 可是师父说了 错了 就是错了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老白的口头禅 孟玄狼也站出来为小谷求情 陛下 你们世俗 有你们世俗的规矩 各派的事情 不用你杀手 尊上留步 尊上 千古他是我们鼠山的掌门啊 他是我的徒弟 你前几集不是已经把人家逐出师门了吗 好你个老白 当全天下的人卡必幽据 回长流后孟玄狼再次求情 说小谷偷神器一定有他的苦衷 也或许 他是被沙千墨所利用的 你凭什么言之凿凿说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莫非你跟他是同伙不成 够了 摩言你是想笑死人吗 老白都看不下去 此时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白子花的决定 他要亲自处理花千古的事 尊上 你若执意如此的话 我也定会护千古到底 倘若花千古有任何闪失的话 我据整个蜀国之力 也定会为花千古讨回一个公道 孟玄狼我敬你是条汉子 赶紧带兵踏平长流 而小谷已经被囚禁了起来 白子话问他为何偷到神器 小谷奉圣君之命 拜入长流门下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收集神器 老白自然是不相信的 我再问你一次 为什么盗取神器 圣君之命 不得不从 沙千墨跟宇文月一样 都是背国侠 事到如今 你还不肯说实话 你以为你一个人可以承担这一切了 走之前白子话最后问了他一句 明天你就要说神了 你还有什么话 要对师父说 没有 十方神器刚集合 老白身上的毒就被解了 可他就是想不到这点 你说欺人不欺人 就连如尊都看不下去 说要不要他偷偷去将小谷放走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对你个香蕉麻花棒棒锤 晚上东方突然出现在老里 劝小谷跟自己走 可小谷心意已决 非要送了这个人头才舒服 东方又劝他告诉白子话真相 与其让师父为难 不如让他只怪罪我义人 给人家东方气的 一把将他拉过来 亲了就亲了 撅嘴是几个意思 东方亲完就先走了 而小谷也将被带去三尊会审 朱仙台下坐满了个派人士 一个单薄的小姑娘跪在三尊面前 摩檐将她的罪孽一一罗列了出来 你上罗列各条 你可认罪 这时东方开始施展秘书 我认罪 可当小谷想说假话时 却发现怎么都开不了口 妖神出师的确是我做的 但我没有杀害同门 没有杀人 更没有勾结欺杀 妖神出师的确是我做的 但是我没有杀害同门 没有杀人 更没有勾结欺杀 这秘书厉害了 随后摩檐又扔出朔锋的验声室 问他朔锋和倪千丈为何而死 我没有杀你掌门 至于朔锋 是他自己自愿的 我没有杀你掌门 至于朔锋 是他自己自愿的 卢尊以为小谷要说实话 于是赶紧让他将所有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可小谷竟然挣脱了法术的束缚 我全部都认罪 不必再审了 还请三尊处罚 不管结果是什么 小谷都认罪 见小谷已经认罪 如尊只好站了出来 华千谷 今日 盼你逐出师门 主仙住上 受九九八十一根削魂钉 你服是不服 落实一身之削魂钉的厉害 以往受此刑罚的仙人 一半都魂飞魄散 所有长流弟子立刻跑上前 集体跪下为小谷求情 当然除了宁漫天 小魂钉之行生不如死 八十一根之多 以千谷的修为必定魂飞魄散 求三尊网开一面 念在千谷年幼无知的份上 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请三尊处 你们都给我反了是吧 这时一旁的云影也看不下去 花千谷是本派掌门 岂可以交由你说杀就杀 今天就算骗了我整个蜀山 也绝对不会把人交给你 可小谷心意一决 云影 蜀山掌门花千谷 自知罪大恶极 现隔去掌门一职 由弟子云影接任 掌门 小谷表示自愿接受一切惩罚 只希望不要将自己逐出长流 所有目光看向白子化 他最后问了小谷一次 为何要偷盗到神器 导致洪荒之力重现 东方见状赶紧释放 为了替师父解读 为了替师父解读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说了 我今天宁愿咬舌自己 也不会接受东方的操控 可小谷宁愿咬断舌头也不想说出真话 东方知道再这样下去 以小谷的性格真会咬舌自己 如他所愿 保留长流弟子身份 子华 长流山怎么能留下这样的弟子 就算是死了也是无名有辱啊 我说不足 就是不足 上竹先祝 定销昏钉 立刻执行 对上 就在这时 凤鸣声响起 我猜是霸气的圣君大人啊 果然被我猜中了 真聪明 白子华 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 伤他一分 我便图你满门 你若敢为天下人 损他一毫 我便杀尽天下人 白子华立刻飞了上去 我的地盘哪能轮到你耍帅 两人直接打了起来 这回除了对波还有份申术 沙千墨更是首次拿出了他的非夜剑 两人一时打得难分上下 弟子听练 在 为圣君 夺回花千古 是 善大妈终于说了句人话 长留弟子在他两面前不堪一击 儒尊和摩颜也同时攻向沙千墨 可他两家一起也不是对手 这时老白又发出一道激光锅 三打一 名门正派一向已多欺手 善大妈飞身为圣君挡下了攻击 圣君还想继续上前 却被大妈在后面敲晕 护法 你这是干什么 要急于一身 沙千墨走了 接下来该对小谷行刑 魔炎糟老头子 非要绑这么紧吗 魔炎站出来放出销魂钉 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 又是第三波 小谷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此时鲜血已经溢满了诸仙台 白子话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可惩罚还没有结束 我是他师父 是我管教不业 接下来的刑罚 用我来执行 还以为他要放过小谷 可老白竟然打算亲自动手 随后他拿出段念剑 师父难道要用段念剑杀我吗 那是他亲手赠给我的 里面寄予了我多少美好的回忆和愿望 这简直是朱星 小谷一步步爬到师父脚下 师父 不要 不要用段念剑杀我 可就在他要行刑时 段念剑竟然开始护肿 好一个段念 明明是我的配剑 这才为了几年 竟然连我也是犯人 竟然连我又定你了 小谷还在哀求师父 可白子花没有半点情面 这是长流祖传针灸术吗 白子花 有种把你家地址说出来 小谷的命虽然保住了 可如今已经是个废人 可魔炎还不打算放过小谷 都快打死了你还说人家护短 不过魔炎是非不分 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白子花说小谷是自己的徒弟 他年纪上幼 未能分辨是非非白 如今走到这一步 是他教导无方 所以余下64根 小谷丁由自己代替小谷承受 如尊劝他没有必要 说好的八十一根小昏定 那就一根也不能少 白子花唇爷们 发起火来连自己都打 小谷终究是保住一命 昏迷过去被压进了大篮 可他悲惨的命运还没有结束 尼曼天剑他没死还不肯罢休 于是来到三生池接了一瓶水 并把花千谷喜欢尊上的事情告诉了摩颜 随后为了验证他说的是实话 更是将他带到了小谷身边 小谷动情一声 一点点三生池水就让他苦不堪言 而摩颜也准备将他放住 这下尼曼天开心了 可他还不打算就此罢手 杀人诛心 而接下来尼曼天说的话让小谷更加绝望 小谷要崩溃了 自己一直最信任的东方竟然就是一宿军 那自己从入长流开始就一直在他的掌握中 随后尼曼天拿出了剩下的绝情池水 晚上东方找到白子化 说愿意放下一切仇恨 只求能带小谷走 老白把他带进了仙牢 却发现小谷已经不在了 杀千墨昨天夜袭我长流 罪徒花千谷被其劫走 圣君大人又背锅了 你说什么 迄今为止 我连小谷点的半个影子都没有见过 他们居然敢说是我把他劫走了 真的不是你 笑话 是我 我还会不认 我还怕他不成 只见善大妈的秀法迎风挑衙 他还挺费电风扇的 善春秋 难道是你 圣君 不是我 乔把人家大妈给吓了 这边小谷已经出现在了蛮荒 这是最大恶极的仙魔人被放逐之地 一个刚进来的女子缓缓醒了过来 他双目失明浑身是伤 父亲听到动静的男人纷纷向他靠了过来 可怜的女子遭到了他们一顿蹂躏 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影子向他们袭来 终于是将这些男人吓跑了 竟然是哼鸡兽 他将小谷背到自己身上 噼里啪啦的不知道往哪里跑去 亨基兽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是白子化请求他帮忙进去照顾小谷的 而东方也终于告诉了白子化一切真相 小谷偷到神器是为了帮他解补原顶制度 并将小谷的手帕递给了他 一行字和自己的裸背 白子化终于是确定了小谷的心意 可他竟然还是如此淡定 亨基兽将小谷放在了一个木屋中 里面的主人正是当年的长流大弟子竹然 再蛮荒都能有房子主 看样子也是个狠人 亨基兽被他骂了几句就吓跑了 主人一眼就看出小谷是被销魂钉锁伤 脸上和自己一样是被绝情池水烫伤的 在他的医治下小谷终于醒了过来 眼睛也被医好 随后主人又将小谷带到一处悬崖边 这是要蹦极吗 主人突然一把将小谷推了下去 可就在离地0.01公分时 他竟然浮在地面上 这蹦极不是一般的刺激 这时时对后面出现一只怪兽 名为牙子 见小谷闯进自己的地盘 直接向他冲来 主人刚就好他又把他置之死地 到底是何目的 见小谷一直在逃跑 他往下面扔了一把匕首 让小谷还手 小谷为了活命只能和牙子兽打了起来 每当小谷体内的封印受到冲击时 白子化便会遭到反噬 牙子兽原本牙字必保 可现在似乎被小谷吓到了 竟然低下头开始求饶 你伤了我 我也伤了你 大家就这样扯平了 好不好 而小谷的功力也已经恢复了 随后用匕首一步步往上爬 终于是成功爬了上去 可主人竟然又一脚将他踹了下去 但这次小谷突然爆发了 在离地0.01公分的时候 竟然直接飞了上去 我果然没有看错 看样子主人是在试探他 这边东方得知小谷在蛮荒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救出来 从历代一宿军口中得到了答案 可代价也极其惨重 小谷的方法已经找到了 而小谷的败账也是人的最后的意义 如此也好 东方立刻找到沙千墨商量此事 半个月之后蛮荒的穷吉之门会非常薄弱 到时候只需要聚集七杀之力 便可打开此门 沙千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善春秋深知这样做的威胁 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死在里面 于是斗胆劝圣军不要这样做 可杀千墨心意已决 只要可以救出小谷 别说是我这条命 就是毁了我这张脸 我都不在 现在不是一息用事的时候 这是善大妈身上掉下的瓶子 圣军闻过之后才知道是刑事丹 他一把将善春秋吸到手中 奇怪的CP又增加了 善大妈爱的深沉 请你们原地结婚 沙千墨最终还是放过了他 不过将他逐出了七杀 原来深情表白才能活命 而蛮荒中的竹染之所以这样对小谷 是为了试探他体内是否有魂荒之力 原来当初虚洞打开的时候 蛮荒里面也出现了异响 后来竹染就看到了花千 而且他身上的伤会自动急速恢复 于是便让竹染产生了怀疑 事实证明他的猜想是对的 而小谷自己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洪荒之力在自己体内 竹染想让小谷用洪荒之力打开穷吉之门 这样就可以逃出洪荒 可小谷却说自己是罪人 来这里受罚是应该的 把人家竹染气的 打也打不过说又说不过 只好找个机会将他打晕 然后绑在了一根树上 再叫来一群蛮荒的小弟 小谷又被他们一顿蹂躏 15天时间已过 在沙千末的帮助下 东方走进了穷吉之门 而此时里面的人正准备对小谷行凶 突然一道光芒闪过 东方踩着七彩祥云出现了 一群人开始攻击东方 小谷见情况危急 洪荒之力再度爆发 而外面的老白又吐血了 小弟们也认出了这是洪荒之力 小谷莫名其妙多了一群小弟 而他因为东方欺骗自己不肯原谅他 更别说跟他出去了 东方只好跟在他身边打杂 可东方已经出现了头晕目眩的症状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只好跟小谷说 各大门派要处死难闲月 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才是身负洪荒之力的人 小谷觉得小月是无辜的 考虑了一阵后决定跟东方出去 从今往后 你对我而言 只是一宿格格主 我们之间 除了交易 什么都不是 字字出行了 三天之后 沙千末聚集小弟 准备再次打开穷吉之门 而里面的人也在东方的布阵下 准备来个里应外合 可就在这时 长流的人来犯 要阻止他打开穷吉之门 沙千末一边要应付白子化 一边要维持不让门关闭 最终在他们的进攻下 重新封印了穷吉之门 白子化剑目的达成 便带着弟子们离开了 可沙千末突然站了起来 他竟然不惜一切代价 要继续打开封印 圣君的头发瞬间变得苍白 花千古的善良真的害了不少人 一柱白光闪过 满荒的人已经全部释放出来 小谷从东方口中得知 沙千末打开的是另一个通道 很可能已经功力散尽 他立刻要去七沙殿找姐姐 此时的沙千末 已经功力散尽命不久矣 善春秋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他叮嘱善春秋 请你替我照顾好小不点 跟随他 保护他 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满荒 但是长流的那帮人 必然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可他低估了善大妈对他的爱 庶君只好一掌将他打飞了出去 此时他的手上脸上开始出现皱纹 要知道沙千末爱自己的容貌甚至超过了生命 可如今却为了小谷成了这个样子 这时小谷也赶了过来 可沙千末不愿让他见到自己这个样子 小谷吹起了鼓哨 他还是没有半点反应 随后小谷和善春秋合力打开了结界 终于见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沙千末 姐姐捂着脸不敢让他看见 小谷看见他的容貌后眼睛立刻红了 随后给姐姐看了自己的脸 沙千末也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姐姐说自己以后可能再也不能保护他了 随后便死在了小谷怀里 从认识小谷以后他甚至没做过一件坏事 最终也因为小谷落得如此下场 一旦圣君就此陨落 小谷一滴眼泪滴在他脸上 沙千末便恢复了年轻的容貌 也算是让他美美地离开了 两人把他放进了冰棺里 而小谷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他不能看着男咸月被杀死 于是偷偷溜进了长流 却发现绝情殿里多了个小女孩 可却不小心把宫灵弄掉了 刚好被小徒弟优若捡到 白子化看到后大吃一惊 将优若之走后 果然在墙上看到了小谷 小谷立刻想逃走 可却被白子化堵在身前 老白竟然要小谷去借绿阁领罪 他竟还想处罚小谷 可这次小谷不听他话了 你还想将小谷煮到满婚去呢 只是这次 请说小谷不能从命 小谷质问他 说好不杀小月的 为何出而反而 并表示一定会将他救出来 说完就要离开 白子化竟然直接动手 老白又凸显了 小谷健壮赶紧将他带到里面疗伤 可每次自己一运功 老白就会更严重 这时魔炎糟老头子竟然进来了 二话不说就要杀了小谷 你个糟老头子 就不能听人家狡辩一下吗 原本魔炎还不是他对手 可小谷担心师父的安危不敢运功 魔炎趁机给了他一掌 突然又爱上了子薰 以前对他有成见我表示抱歉 小谷问他之前处心积虑对付自己 如今为何又要救自己 而子薰似乎也已经想开了 你除了是紫化的生死节 除了跟我一样爱着他 又有什么错呢 到头来却落得如此这般下场 同是天涯伦落人 女人和苦为男女人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和好了 而白子花为了保住男贤月 只能将真相告诉其他二尊 洪荒之力已经在花千谷身上 所以不能处死男贤月 可如尊说他们检查过小谷的身体 并没有发现异常 那是因为我在虚洞时 用沙穴封印 将他的洪荒之力给封住了 你 你怎么能这么做 魔炎器的差点当场 切负自尽 可事情已经发生 再生气也没办法 老白表示会在短门派面前 一力承担 而魔炎为了维护长流的生命 居然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下来 但这样做就必须杀了男贤月 和花千谷瞒天过海 可人家现在有洪荒之力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魔炎这时竟然变聪明了 我与他交手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封印的事情 为帮紫化的安危 他就算是在我面前受死 也绝不冲破封印 来人了 把魔炎拖出去斩了 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可我也是到今天才明白 师兄对于千谷居然背负的如此之度 只是师兄爱得太大 藏得太深 他要匡复天下 守护长流 还要保护千谷 这是他自己 却从来没有人去救赎的 你再看看人家如尊的觉悟 晚上魔炎叫来洛十一 要他告诉唐宝男贤月在九霄塔里 他这是要将小谷引进塔内处死 洛十一原本是不答应的 他不想欺骗唐宝 可魔炎告诉他 如果这件事他做成了 就可以答应他和唐宝在一起 魔炎果然是所有人的生死节 晚上洛十一约唐宝吃饭 三两句话就掏出小谷已经回来的消息 随后又给人家下套 千谷不在就好 如果被他知道 男贤月被关在九霄塔里 马上会被处死 他肯定会冒着险去救他的 看到这里觉得洛十一死得其所 唐宝立刻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小谷 而洛十一就在一旁看着 长流现在唯一人设眉崩的只有独尊 唐宝回长流后发现魔炎就在里面等他们 魔炎告诉唐宝九霄塔已经设下了天罗帝王 唐宝意识到被洛十一骗了 转身就要去通知小谷 可魔炎竟然想杀他 洛十一挡在他前面 你不是答应过我 如果完成死事 就不会阻止我们两个在一起吗 为了长流 为了你的前途 他和花枪骨盗必须要死 那你就连同我一块杀了吧 孽障 让开 唐宝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这才是真爱 白子话学着点 最后魔炎把两人分开囚禁了起来 这边东方根据小谷所说 已经猜到了是陷阱 可小谷还是执意要去救人 东方只好陪他一起去 可当两人到达九霄塔时 竹软竟然出现在里面 告诉他们南贤月并不在这 而是在长流正准备受刑 两人赶紧走了 这时魔炎来看洛十一 和他断绝了仕途关系 并将其驱逐出长流山 洛十一和唐宝立刻找到白子话 求他去九霄塔救小谷 白子话二话不说 直接骑舰赶去救徒弟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魔炎的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支开白子话 处死南贤月 此时善春秋也收到主染的消息 善大妈以为洪荒之力 还在南贤月身上 还没完成的事业当然得继续 此时各大正派已经齐聚长流山 善春秋带七杀弟子赶到 一场恶战当场爆发 善大妈和魔炎打得难分上下 赶来的小谷找准时机 将南贤月救了下来 可他们竟然不跑 还在续救 各派掌门人立刻发现了他 直接合力朝他发起攻击 南贤月挡在他身前中了一掌 小谷缓缓走到四人身前 此时的小谷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四人在他手下撑不过一个回合 这时魔炎再次蓄力全力一击 东方竟然从一旁跑了出来 为小谷挡下了攻击 真的完全没必要了 这不是送人头吗 这时白子话也赶了回来 还带回了在九霄塔的主人 魔炎看见他大吃了一惊 没想到吧 你儿子回来了 而白子话对着小谷就是一顿指责 说他带领七杀殿挑起门派大战 伤害无辜 我没有危害苍生 没有对不起长流 我也没有对不起师父 白子话根本不听解释 直接拿剑对准小谷 小谷不相信师父会对自己下杀手 我不相信这 不相信血 我只相信你 师父 其实小谷一致 白子话你是人吗 这一件似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心痛已经掩盖了一切 这时倪漫天竟然将小谷的面具打飞了 绝情池水烫伤的脸暴露在众人面前 打得好 就是力量太小了 各掌门也反应过来 花千谷当时受那么重的伤 现在竟然安然无恙 而且一人打得四掌门找不着人 白子话间瞒不过了 只好把真相说了出来 洪荒之力确实在花千谷体内 不过被他封印了 孙少 你怎么可以这样 终究 一切还是毁在了你的手里 花千谷我杀了你 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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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活下去 就算这世上没有人爱你 你要好好地爱自己 狗头 这是我用英雄可做的交易 帮你 帮你出门话 我是金色 我大死 为了复仇经营了一辈子 从小谷出现时就在布局 机关算尽眼看就要捕死白子话 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局中人 在这天上地下 在这天上地下 各路各排 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而我唯一无法计算的 是 是你的闪亮 成也花千 败也花千 东方玉卿最终死在了小谷怀里 也应验了和一首格做的交易 武士丧尽 不得好死 东方 我不要你离开我 你信一信我 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对小谷好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去 杀千末 东方玉卿 下一个会轮到谁呢 东方玉卿为救小谷生死 小谷第一次对魔言动了杀心 就要杀了他为东方报仇 可却被白子话拦住 此时的老白并不是小谷对手 让开 师父 师父 这个时候还心疼你师父 换来的却是被他牵制 而魔言趁机直接对小谷发难 明明已经知道洪荒之力不在他身上 竟还要对人家下杀手 这魔言干脆改名叫魔鬼的了 南贤月就这样死在了小谷面前 而小谷也心灰意冷 嘱咐善春秋等人离开 看完这些所谓的正派人士 真是越来越喜欢杀大妈了 而小谷也伤心过度 最后晕倒在了白子话怀眼 子话 你还要再一次放火归山吗 眼前这些祸事你也看到了 花千谷不能不杀 必须趁现在五星要日立即处死 白子话表示会把花千谷囚禁起来 随后拿出掌门宫羽扔给魔言 你的糟老头子啥事都喜欢管 以后掌门还是给你做吧 说完就带着小谷飞走了 他把小谷囚禁在一个私人大别墅中 这就是你解决的方法吗 不是放住 就是囚禁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这就是白子话的解决方式 为了给世人一个交代 委屈永远留给了自己最爱的人 他决定以后不再回长流 就待在这里守护在小谷身边 而南贤月其实也没死 白子话让如尊将其悄悄带走给治好 随后给了他一本医学书 小月记得小谷教过他 让他一生行善 南贤月就这样做医生去往 而老白还将优若派进来陪小谷 优若表示从小就很崇拜花千 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而且还为他送来了饭菜 随后他又问师父能不能教自己健康 你走吧 我从来都没说过 我要受徒弟 况且我是戴罪之身 甘愿被关在这里 小谷说要学功夫的话找白子话去 师父 您变成什么样子 您都是我的师父 此生 优若只有您一个师父 如果您现在不欢迎我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等我每天都会来陪师父一会儿的 老白一生只受一个徒弟 这徒弟更厉害 一生只受一个师父 而善大妈这边就有点烦了 自己的事业就毁在花千谷手里 可如今他获得了洪荒之力 想要继续搞事业那还得追随他 传令下去 无论如何 都要找到花千谷被囚禁的地点 想尽办法 救他出来 这时突然有人进门汇报 魔炎单枪匹马闯入七杀 让他们将主染交出去 主染独自与他见面 师父对骂一会儿后立刻打了起来 没想到魔炎竟然不是他对手 原来他在忙慌就一直想着对付魔炎 这么多年已经找出了他所有招式的破绽 我要让你有一天跪在地上求我 让你尝尽人间的苦 我要摧毁 你生命里所有重要的东西 主染说完就飞走了 大哥别着急啊 多次他挤刀再走啊 唐宝得知小谷被囚禁的消息之后 郁郁网关 可又不知道他被囚禁在哪 若十一只好偷偷去长流打定 得知优若会定时离开长流 他是小谷的徒弟 或许跟着他就能找到囚禁之地 果然两人跟着他来到了云宫 可外面是有结界 两人进不去 在一宿阁查了许多古籍之后 才找到了破解之法 需要用到黎仇珠 而黎仇珠就在孟玄朗的皇宫里 他们马上来到蜀国 跟孟玄朗说了此事 加上清水 四人立刻启程准备去救小谷出来 长流这边魔言不知悔改 竟然集结各派要攻打七杀 想趁杀千莫不在了一举踏平七杀殿 可奇怪的是倪漫天居然没到场 而如尊也将消息告诉了白子化 希望他能回来终止这场战斗 此时四人已经到了云宫外 唐宝拿出黎仇珠就要破阵 倪漫天竟然跑这里来了 你们胆敢放花千古出来 都不想活了吗 四人打斗士攻击到了结界 里面的小谷立刻有所感应 正在赶回长流的白子化 也察觉到了异常 这边四人在配合下 已经抢到了黎仇珠 唐宝直接网节戒上杂取 封印立刻被破解 可倪漫天竟然召唤出碧落剑 这时老白爷赶了回来 爹爹死了 你又被囚禁起来 唐宝真的很想你们 不会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 此时的落石仪已经傻了 唐宝 杨七 唐宝也死了 压抑许久的小谷 终于彻底包了 你漫天见状立刻想逃 不要你的香蕉麻花棒棒锤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手 落石仪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照顾好 保护好唐宝的吗 唐宝 落石仪就这样被小谷派去陪唐宝 这时清水突然起身刺向小谷 清水 是我害死了 唐宝 是我害死了唐宝 原来你漫天之所以能找到这里 是清水通风报信的 我想让他阻止你 我就是不想让你出来 我就是想让你待在这里一生一世 我等了孟大根整整三年 我好不容易得到他放弃你的那一天 未必还有几天 未必还有几天我们就可以成亲了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来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这么多年孟玄朗都无法爱上他 全都是因为花青 清水疯疯癫癫地离开了 这时倪漫天竟然开始嘲讽小谷 花青谷 你也有今天啊 众盼情侣的滋味是不是很不好受啊 小谷可不会惯着他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一次一次地放过你 这一次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吐完血的老白竟然还劝小谷 不要这样做 小谷 会讨是吧 白子化 我身上这一败灵异箭 十七个窟窿满身发痕 都是拜你所赐 白子化我劝你继续吐血 不要多管闲事 断念一残 功灵一毁 从今往后 你我师徒 恩断一绝 说得好 老白你心痛了吗 一直自以为是 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小谷说完不再理他 抓着倪漫天就飞走了 此时魔眼已经盖人来到了 七杀 善大妈立刻带领小弟和他们打了起来 魔眼再次对上山春秋 善大妈最终不敌 被打到吐血掉落下来 而就在魔眼准备下杀手时 主染竟然说出了一段魔眼毁人三观的黑历史 当年魔眼去人间历练时和一位女子相爱了 后来发现这个女人竟然是七杀殿的 为了长流和自己的名声 魔眼很下心将他杀了 可他不知道 这个女人已经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并且亲眼看见魔眼将自己娘亲杀害了 这个孩子就是主染 后来主染上长流拜世学义 就是为了找魔眼报仇 这引的各正派人士纷纷对魔眼投来一样的目光 主染 你真像吗 说完他直接冲向魔眼要报仇 这时一道红色的身影飞了过来 正是已经六神中的花千了 此时魔眼心里害怕极了 主染立刻开始告状 请神尊大人为受伤的善大妈报仇 可小谷的目标很明确 我只要魔眼 其他人可自行离开 如若在宫 别怪我不念往日情分 师兄 千古 纵然是最后犯了再大的错 他也是一心为了长流啊 他情有可原 我求你放了他吧 情有可原 他但凡有一点怜悯之心 东方 晓月 沙姐姐都不会死 小谷最终放过了其他人 拎着魔眼飞走了 随后入住七杀 坐上了沙千墨的位置 善大妈问神尊要如何处置魔眼 小谷表示魔眼不能死 善大妈知道自己的事业无法再继续 便主动请辞 准备回家养老 神尊大人是吃龙虾上火了吗 嘴角竟然长了个痘痘 连洪荒之力都无法修复 而白子化也终于吐完血醒了过来 可由于小谷冲破了煞血封印 导致老白已经成为了一个废人 而他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就在两人刚谈完心时 突然紫薰从背后偷袭他 紫薰用自己的性命 为白子化恢复了伤势 可他却忘记了谭凡交代的话 希望他能好好活着 此时的老白也流下了眼泪 别哭了 建议你把功力传回给子薰 这样他不就又活过来了吗 你还可以早点杀青岭和犯 这边小谷来找你漫天酗酒 他竟然还敢出言挑衅 可又想起朔锋死前说的话 小谷终究还是心善 暂时放过了泥漫天 这晚白子化来到七沙殿找小谷 还说要清理门户 小谷说早已和他恩断一绝互不向前 不存在原谅不原谅 石像就赶紧走 我不会走的 你是一心想来求死的吗 还是 你觉得我的干气 可以一而再再而散的利用 既然你那么想死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白曾经可是天下第一人 最近几集不是兔血就是晕倒 不知道是不是兔多了给兔平血了 小谷用铁链将他绑在了柱子上 此刻的老白像急了被妖怪抓住的唐僧 别叫我小谷 叫我女王 老白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跟魔烟和泥漫天无关 希望小谷能把他们放了 小谷再给了他一次机会 让他离开这里 可老白表示不会走 我要用爱来挡化你 放开那个男人 有啥事冲我来 白子华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 小谷 这句小谷把小谷吓了一跳 神尊大人最终答应将魔烟放走 条件是要让白子华留下来做自己的仆人 看样子是要好好折磨他一番 老白留下了开心的泪水 很高兴为您服务 魔烟很快被放了出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他傻眼了 从今往后 白子华 又会留在其沙底 乖乖的 做我的仆 孽障 是可杀不可辱 魔烟别激动 人家白子华现在心里正开心着 只是架子得端着脸 你不要吓捣乱 魔烟走后老白正式变成了仆人 正在兢兢业业的给小谷放洗澡水 白子华 我现在要沐浴 帮我更衣 这哪里是折磨 明明就是发福利 妖神大人 在下院校全马之劳 洗完澡老白还为小谷端来一碗桃花羹 桃花羹 是啊 我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 你吃吃看吧 如果喜欢的话 以后我每天给你做 来 白子华 你是来泡妞的吧 老白说洪荒之力太强大 让小谷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不然就会嗜血杀人 小谷马上意识到这才是他来的目的 是怕自己走火入魔天下大乱 老白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并表示会每天教他怎么控制这股力量 莫名的有点心疼老白了 而回长流的魔言不仅不知悔改 而且再次集结各派人马 准备攻打七杀殿 卢尊劝他别再这样做了 小谷成为七杀圣君之后没做一件坏事 而且有白子华在他身边 一定能控制好他 可人家魔言着急领盒饭 正是因为子华在他们的手里 所以我们更加不能坐以待毙 当今之际 我们先要把子华救出来 然后跟七杀殿决战到底 师兄你不要再说了 果然魔言才是最大的反派 七杀这边竹冉竟然将倪漫天放了出来 并挑唆他去找花千古报仇 竹冉真是想出掉倪漫天的节奏啊 果然他一出来就对着七杀弟子一通乱杀 都死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小谷终于来了 倪漫天面目争鸣地骂了小谷半天 然后表示要吸收他的洪荒之力 再将他碎尸万段 小谷倒是大方的狠 直接飞身下来让他吸 可惜倪漫天的内存不够 洪荒之力不是谁都能够承载的 倪漫天终于没了 随后小谷收到一张纸条 小徒弟幽若想见他一面 得知尊上被小谷抓了 幽若告诉了他很多真相 师父如果不愿意念在他多年的恩情教导 也请念他为您承受了六十四根销魂钉 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未曾放弃过你 你说什么 尊上虽然赐了您一百零一剑 但是他却代替您 受了剩下的六十四根销魂钉 什么 怎么会 小谷回来后直接将老白的衣服给罢了 果然身后有萧魂钉的伤疤 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小谷 师父不躺 师父没事的 小谷又问他为什么帮自己收徒 那次下山有力的时候 你问我 你什么时候能收徒 我见犹若自知不错 便替你收了他 你都还记得 老白的锁鼓真性感 后面的剧情被导演剪了一大段 好好地吻戏就这样没了 老白还莫名其妙被绝情池水烫伤 小谷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白子华是一直爱自己的 可他竟然忍痛将伤疤抹去了 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跟小谷在一起 小谷对白子华也终于心灰意了 老白拖着受伤的手回到了长流 摩妍看见他的伤差点哭了出来 难道这也是爱情吗 白子却摩妍不要再进攻弃杀了 摩妍也一口答应了下来 可就在几天后老白闭关时 所有弟子已在殿外集合 随时可以出发了 摩妍竟然出而反而 而闭关的老白也被长流的锦中生惊喜 弟子们告诉他 摩妍已经带人去攻打七杀了 此时一张轿子在摩妍等人头上盘旋 就在摩妍准备动手时 宝贝儿子竹染从天而降 门派斗争突然就变成了父子局 可这次竹染竟然不是他对手 果然还是老子要厉害些 就在这时白子华也赶了过来 小谷看见他也立刻走了出来 他给了老白最后一个机会 让他和自己决一死战 不然就将在场的人全都杀了 深爱着白子华的魔言立刻不答应 混账 子华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他当然不是我的对手 我只是给他一个挑战我的机会 你战 还是不战 老白心系天下苍生胜过一切 只好答应了下来 小谷和他一起传送到了老家 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 随后将闽圣剑扔给了老白 这把剑可是能够是神的 即使是妖神被刺众也得丧命 不要逼我 我没有逼你 诸仙诸上 长流殿上 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老白不想对小谷下杀手 吊着威亚开始往后退 可小谷却步步紧逼 见白子华迟迟不肯动手 小谷竟然开始对其他人下杀手 白子华 我就算死 我也要你要是天下为我陪套 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你所大爱的事 一个一个死在我手里 小谷 回头是岸 还回头是岸 回头明明是魔炎的尸体 我没有师父 没有朋友 没有爱人 没有孩子 小谷竟然说自己没有孩子 黄泉路上的唐宝差点被气得活了过来 幸亏贝洛十一拦住 爱我的 为我而死 我爱的 一心想要我死 扎铁了 老心 我心的 被拔过 我依赖他 舍弃我 我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求 只想简单地活着 你以为到现在 我还回得了头发 小谷不要 小谷张开双手 余装攻击 白子华只好举起剑向他刺来 小谷被刺中后甚至没有一点震惊 他太了解白子华了 此刻的画面很唯美 但更多的是伤感 爱子华 你怜悯重伤 却从未怜悯过我 不认识 这时摩檐等人竟然跑过来 原来他们没死 刚才只是小谷设下的幻想 其实 你从不相信我 你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故意射击 让我亲属杀了你 我说过 你会后悔的 既然如此 师父陪你一块走 白子华散尽功力决定陪小谷一起死 可小谷并没有让他如愿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死 他用最后的神力帮白子华聊好了伤 随后给他下了一个恶毒的诅咒 白子华 我以神的名义诅咒 今生今世 永生永世 不冷 不死 不伤 不灭 这时摩檐等人都惊呆了 希望妖神大人连他们一起诅咒 今生 我曾为后悔过 你前两集还说最后悔的 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过你漫田 可是 若能再重来一次 我再也不要爱上你 小谷说完后已经游进灯窟 一代妖神就这样死在了最爱的人手上 而白子华看见死去的爱人 终于真正地后悔了起来 你想要什么 你说就是 不管对的错 我都给你 爱给你 人给你 长流覆灭 干我何事 这些人的生死 又干我何事 人总是在失去了之后才懂得珍惜 上仙亦是如此 此时一旁的摩檐竟然流下了眼泪 画面一转 小谷家里出现一个女孩 白子华坐在他旁边看花千古的小说 而这个女孩竟然就是小谷 原来摩檐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用自己的性命将小谷救活了 只是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而白子华也终于打算放弃长流放弃天下 终身陪在小谷身边 我不负长流 不负天下 也不负终身 可是到最后 我始终是负了他 也负了我自己 这是一座棺材里的人竟然开始说话了 小布蝶 你在哪儿 你又跑到白子华身边去了是不是 不要委屈了自己 等着姐姐 姐姐一定会回来陪你的 最后白子华带着小谷游离人间 慢慢帮他找回记忆 这里好美啊 这是哪儿啊 喜欢吗 喜欢 这里有名字吗 你替他去吧 要不 叫画古风吧 小谷这曲名字是跟语文乐学的吧 至此电视巨花千古完结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不要走开 下一个故事更精彩